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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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云人 几十亿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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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首先 我们首先我把这个让出来交给我们的江一同学 来为大家带来我们双十一的极致挑战下的性能优化和我们的分布式的可全球化部署的数据库的一个实战 各位同行众朋友 各位同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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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在双十一 双十一的背后 我们在去年 在前几年 以及在前几年所使用的技术以及它的亮点 今天呢 我重点会介绍一个是咱们去年一六年的时候比较使用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库技术就是XKV 然后呢 我还会重点介绍17年 我们今年双十一会采用的一个比较创新的技术 它就是XCluster 也就是可全球部署的一个金融级的数据库集群方案 下面是我的自我介绍 我叫张颖强 然后阿里的花名呢 叫江怡 然后也有蛮多的数据库 以及Linux底层开发经验 然后目前呢 是作为阿里Circle的主要开发人员 主导的是分布式一致性协议XPaxos 以及分布式数据库XCluster的开发工作 今天的分享呢 我会分为三部分 首先呢 我会介绍一下我们在前几年 我们在数据库上所做的工作 以及如何支撑双十一 然后呢 第二部分呢 我会重点介绍我们去年一六年 所使用的一个重点的技术 也就是XKV 然后最后我也会最重点 花最多的时间来介绍我们的一个 基于阿里Circle的分布式集群方案 也就是XCluster 大家可以看到 近几年随着阿里业务的发展 我们双十一的业务成效其实是非常卓越的 然后在这个非常卓越的成效下面 它对数据库 对整个阿里技术 特别是对数据库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大家可以看到 在第一次双十一零九年的时候 双十一零点内一下的那个高峰的订单创建速度只有四百 而到去年一六年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达到了十七点五万 并且这个速度是以指数在上征 所以大家其实并不 我们其实并不知道 在一七年的时候 就再过可能一个月不到 就又是双十一了嘛 然后那时候到底数据库会有多大的压力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每年的双十一 其实对阿里整个技术站 以及对于数据库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就是每年的一个大考 所以在这个业务背后呢 阿里的数据库其实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首先就是极致的性能 这个显而易见 每年的压力都在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都需要提供 我们要不断地优化我们的数据库的性能 来达到业务的需求 其次呢 就是高可用和强一致 这个是业务的生命线 你性能再好 你数据库挂了 你不能持续提供可用性的话 那就什么都没有 那最后呢 就是每年双十一业务 它玩法会不停地变化 不停地创新 那我们数据库也要不停地提供各种各样的能力 来适配整个业务的需求 所以这三块呢 是双十一对数据库的一个挑战 然后我们前几年做了什么呢 我们自己维护了一个MySQL的分支 从一零年开始维护到现在也有七八年了 然后那为什么我们要再造一个轮子 再去搞一个MySQL的分支呢 首先就是MySQL它本身在性能 在功能 在可用性上 其实不能满足我们这么极端的一个业务需求的 比如说举个 就举个眼下的例子 就前两天我们就发现 5.7 5.7引以为傲的那个指读优化 大家都知道 是吧 然后它那个指读优化 其实在正常的压力下 它确实性能提升非常大 但是在我们双十一这种极端的连接数 极端的压力下 它其实毒性能会对整个毒血混合压力 有一个很大的退化 这个我们也优化掉了 并且我们也贡献给社区了已经 就类似这种问题很多 所以我们必须要维护这么个版本 然后来不停地做自己的优化 并且反补给社区 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所做的工作 这是我们前几年的一个统计数据了 已经 我们首先是对MySQL 官方的MySQL做各种backfix 然后来提高它的一个完备性 其次呢我们会根据业务需求 根据通用的需求 来给MySQL增加不同 各种不同的新的特性 并且我们也会把一些通用的特性 反馈给开源社区 社区也采纳了我们的很多特性 最后也是最难的 就是我们在持续不断地优化 MySQL的性能瓶颈 来提升它的性能 也是来支撑我们双11的一个重要的点 就举个例子 16年的时候我去那个Pekona Live上 做了一次分享 然后分享我们在MySQL上的技术 然后当时有一个Colin Carrier 他其实是原来那时候 他是MariaDB的首席部导师 现在他是在Pekona 所以他那时候听完我的分享以后 他就专门写了一篇博客 在那个MariaDB官方论坛上 就讲了MariaDB已经采用的 AliSQL的一些特性 以及他准备采用 因为有些特性是我那时候刚分享出来 所以准备采用的一些特性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不停地 在跟社区做一些互动 然后我会简单 这是一个我认为 就是我们简单化了一个 MySQL的一个精简的架构 然后我会简单展示一下 就是我们其实在各个层面 都做了很多的性能的优化 比如说线程词 我们不但引入线程词 我们还做了大量的优化 我们还做了表集复制 Log拆分 这种ReadView的优化 这些都是 有些已经在官方 比如说我们做的时候还是5.6 那官方5.7已经把它引进去了 包括SIMSync的一些优化 它都引用了 然后我们在功能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这里很多其实显示不下了 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自争列固化 其实这是一个很早的一个bug 就是它的bug号只有三位数 然后我们在两年前就把这个 给优化掉了 然后也提给了官方 但官方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觉悟 然后他在最近的8.0.3里面 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问题 然后他把它修了 但我们两年前其实就已经修掉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前几年 在双11上做的一些工作 而这个呢 当然是以前了 可能很多同学已经听过类似的分享了 然后我今天在这里呢 不作为重点 下面呢 我会重点介绍 16年的时候 我们采用的一个 XKV的技术 然后还有后面的XCluster XKV是什么呢 我先举个通用的场景 就是说这是一个MySQL MySQL上面是个APP 虽然MySQL现在的版本性能 读性能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呢 对于应用来说 它可能还是有瓶颈 因为它毕竟没有说 比如说MemocacheD这种 肯定没有Cache性能好 所以很多人呢 会很多同学都会拿MemocacheD 来对MySQL做一个读性能的加速 那这是一个经典的方案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看过 就是说 如果MemocacheD做加速的时候 APP可能会先去读MemocacheD 然后发现 找不到这条记录 然后我再去读DB 读MySQL 然后读MySQL之后 把这条记录读到以后呢 我再put cache到MemocacheD里面 然后以后的访问呢 都是通过MemocacheD了 但这个方案 虽然有 就是短期内有很大的效果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 字命的两个问题 一个呢 应用需要感知这个MemocacheD 应用需要做这个CacheMess 以及PutCache GetCache的逻辑 第二个呢 你作为一个外部的Cache方案 它必然会面临一致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 比较良好的一个方案呢 就是说 基于Blog的失效链路的 Cache失效 然后来及时地把过期的Cache失效掉 有些同学可能也会采用TTL这种方案 但是它并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 那个Cache跟数据库的一致性 那么有没有一个方案能够 既提升MySQL的读性呢 然后又能保证Cache的一致性呢 这当然是有的 这就是我们做了XKV XKV呢 其实本质上 它是基于InnoDB MemocacheD Plugin的 相信有些同学也都听过这个技术 然后XKV 它的实现 它的架构图大致是右边这个样子 右边刚才看到的传统的MySQL Server层 然后下面是个InnoDB 而XKV呢 是直接绕过了MySQL的那个Server层的 Sircle解析优化执行等 而直接用一个Level Even的驱动一个KV的 MemocacheD协议的KV接口 然后直接访问InnoDB引擎的数据 所以它会有如下的优势 首先它性能非常好 它不用走Sircle层 它不用走解析 不用走优化 不用走执行 那Sircle层不单是有这些CPU的消耗 同时它还有比如说MDO锁 这种各种各样的开销 所以它会性能可以做得很好 其次呢 它的数据是强一致的 它的Sircle层的数据跟KV层的数据 所访问的都是InnoDB Bubble Pro 以及InnoDB后端磁盘上的数据 所以它们两个接口访问的是同一份数据 它必然能天然地保证数据一致性 最后呢 就是它是个一体化架构 它就是一个MySircle实例 你把它起来 它有两个端口 一个端口你用Sircle访问 另外一个端口你可以用KV接口访问 这就很天然 不用像刚才那种 部署两套架构 然后还要部署一个时效链路 那既然说到是GInnoDB Memo Cache Deploying 那我们做了什么工作呢 是吧 首先我们做了功能的增强 来支持更多的业务 包括数据类型 查询 协议 其次呢 我们做了可用性的优化 原来的话 它后面会讲到 原来的话 它可用性其实非常差的 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技术 但很少有人用 就是这个原因 最后呢 就是我们在性能层面 做了很多的优化 来挽足我们更高的性能要求 在功能方面呢 原来的话 Memocache Deploying InnoDB Memo Cache Deploying 其实它只能支持有限的几种 Int Stream 几种类型 而业务肯定不会只有这几种类型 所以很多人就把很多用户挡之门外 他们没法用了 然后我们基本上把我们常用的 所有类型的支持都加上去了 所以我们业务其实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而第二个呢 在我们刚开始使用 InnoDB Memo Cache Deploying 就是在我们刚开始做XKV的时候呢 那时候原生的其实还只支持KV的查询 就只支持UK以及PK的查询 还完全不支持像这种多表的MultiGate 以及非一支索引 索引前缀 这种需要多行扫描的一个查询 所以可用性会相对差一些 但我们做了这些支持以后 我们的业务 很多业务都可以直接 把他们的Sirco接口迁移到那个XKV接口上 这样的话 就对业务上线会非常容易 其次呢 就是在高可用性方面 原来很被人吐槽的 比如说InnoDB Memo Cache Deploying 它有Container表 Container表是配置它的 就内部配置的 怎么做映射关系的一张表 原来如果你改了Container表 你就要把它Uninstall再install 那么业务其实是不可用的这段时间 然后会导致业务对业务要求比较高的 就很难使用这样的技术 然后我们做了什么工作呢 我们把Container表做成动态的 就是你直接修改Container表 它就会联动整套机制 自动加载配置 直接生效 所以它整个过程 就是一个online的过程 对业务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这样业务才敢用这种东西 然后我们也通过了新的version 来实现DDL DDL本来做DDL的时候 你要同步地修改Container表 那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那现在我们DDL会整个的联动 包括上面的Container表 以及整个配置的加载 这样的话就业务都完全是无损了 就是做了这些工作以后 这个XKV接口才能给我们的业务带来价值 这是我们在那个Sysbench的Slack的场景下 做的一个对比测试 我们是Intel32Code的机器 然后我们发现 当然这个数据是Ali Circle跟XKV比较 所以Ali Circle的机械性能会比可能官方的高一些 Ali Circle的话我们测试的读性能是100万 然后XKV的话可能达到250万 那我们做了这些工作 最终还是想给16年双十一 或者以后的业务带来价值 那业务到底有什么收获呢 首先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16年到15年 其实业务增长是非常快的 那么我们的整个核心的交易集群 其实承受的压力是变大了很多 但是我们引入了XKV以后呢 整个交易集群 我们从15到16年并没有扩容 就是我们通过技术来提升整个集群的性能 来降低了成本 而第二呢是 大家虽然这个实话是说 就是说双十一的时候 业务肯定是有限流方案的 都是会保护DB 不让DB一下子 就是所有的压力涌进来 所以双十一的时候会把一些 非核心链路的流量给限下去 这样的话只有核心链路的人 流量才能进来 那么这是以前的方案 但是去年因为我们 通过XKV的引入优化了很高的性能 所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限流院都被取消了 这些附加的功能都可以直接正常地运行 然后给用户做更好的用户体验 最后呢 这是我们带来的另外一块的价值 就是我们把应用访问的接口 从Circle切成KV以后呢 原来中间键以及Proxy这种需要做Circle解析 做Routing的这些工作呢 其实都取消掉了 因为KV的本身的QueryTran会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解析跟路由 所以这会降低应用服务器的CPU 从而降低应用服务器的数量来节省成本 光这一块去年就减少了800台应用服务器以上 所以前年到去年 其实核心交易链路上 我们DB没有扩容 而应用反而减少了机器 这就是XKV带来的价值 那上面说的是我们去年做的工作 那今年我们要带来什么呢 今年我们会带来一个 可全球部署的金融级的数据库方案 就是X Cluster 这是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传统的单机码Circle的集训方案 其实MySQL最早的时候呢 一般是采用一个组备的方案 就是只有右上角这一点点 然后可能组库挂了以后 需要DBA手动介入去切库 可能相当的痛苦 大家都体会过 然后呢 后来慢慢慢慢地发展 有了MHA 然后我们内部叫ADHA 然后就是类似的功能 然后它有可以控制agent 去探测MySQL是否存活 如果挂了的话就做切换 然后前端可能加上了一些VIP 然后做一个流量的切换 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方案 但后来发现 这个MHA可能会造成一些脑裂 什么的问题 然后我们后来又加了ZK 然后又加了Proxy 或者TDDO来感知ZK的路由切换 而这个整体呢 就变成了一个 现在最经典的一个 MySQL的一个集训方案 这个方案其实是很优秀的 它从在之前一段时间 现在以及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都会在所有业务上 很多业务上发挥它的价值 但是我们到这里 就会看到它的一些瓶颈 首先它是一个多系统偶合的 它有Proxy 它有组备 它有MHA ZK 多一个组件 就会多一个 增加整个系统的复杂性 以及可靠性 第二呢 它很难保证强一致 这个集群方案中 强一致的解决 是依赖于SimSync 而大家都知道 SimSync本身是会降级的 而且 SimSync 虽然我们也对SimSync 做过很多优化 但SimSync都不是一个 最终的方案 它有它自己的瓶颈和局限 第三个呢 就是持续可用性 虽然这个系统 看上去能在 主库当机的时候 做快速的Failover 但是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主库当机的话 首先要Agent做反应时间 Agent会探测 探测要时间 然后做切换 然后ZK要感知 ZK再做切换 然后TDL 或者Proxy在做胆直 Proxy在做路由切换 这整个过程中 只要有一个组件 一个组件还没有完成 那它的可用性 就恢复不了 如果某个组件 出了意外 出了bug 那就整个系统就挂了 所以它的 持续可用性 其实是很难 就是还做得不够优秀 我觉得 然后再后面 就是它的 快region性 像大家都知道 Simsync这种 如果你的 强同步的Follower 就Slave 如果出现一些 网络抖动的话 主库 马上就会变成 不可用状态 而大家一般来部署 都是部署成同机房 最多就是 快一个AZ 很难做到 像快region这种 而我们 阿里呢 是异地多活的 必须是要 快region的 所以这种强移制方案 很难 满足我们的需求 然后就是 可运维信 可运维信 大家都知道 这么多组件 每个组件都需要运维 那每个组件 都需要不同的人 有可能大家 有权战工程师 都可以搞定 那他要 花大量的精力 去了解各个系统 而不是深入的 了解数据库本身 是吧 所以这个代价也比较大 部署那就更明显了 你要部署 所有一套 要部署ZK 要部署什么MHA 这种 相信大家在做 自动化部署的时候 就会很头疼 那有 有没有一种方案 能够 比如说我起一个实力 就能全部搞定了 有没有这种方案呢 其实是有的 这是我们想做的 就是我们的X Cluster 我们X Cluster 首先借助了 上面 上面这个集群呢 它其实是为了解决一个 高可用 以及一致性问题 那高可用 一致性问题 在分布式领域呢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 那么在 1990年的时候 Less Lampard 已经提出了Paxos 来解决这类问题 以及后面的 Google 把它用在 Chubby 以及 那个 Spanner上面 也验证了 Paxos 是可以解决 这类问题的 所以我们决定 把那个Paxos 引入到 我们的 Ali Circle中 然后 做成一个 一体化的 一个方案 也就是 我们的 X Cluster 而X Cluster 的设计目标 从一开始 就确定了 就是 它需要有一个 一体化的架构 它需要把 所有的组件 都放在 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由数据库里面 做一个 自选举 自强同步 的一个系统 所以 它只要把 实力起来 它就能保证 它的正常运行 所以 它是一个 非常运维友好的 其次呢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对数据库的 性能要求 其实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希望 X Cluster 在 同层范围内的 副本的话 它的单机性能 需要下降在 10%以内 而不是说 我们引入了一个 强异制方案以后 我们性能出现了 大幅度的下降 那就得不可施了 第三个呢 我们 因为Ali一直强调 而且Ali在前几年 已经做到了 那个 一地多活的能力 所以我们这个 集群方案 必须需要有 跨Region 部署的能力 就我们要跨一个City 来部署 做强同步 当整个City 比如说上海 挂掉的时候 那我们需要 能数据完全 无丢失地 切换到另外一个City 里面 这是非常难的 像现在 所公开的 所有的分布式数据库中 能宣称达到这个能力的 只有Spana Aurora也不行 任何一个其他的 都没有宣称过这个能力 第三个呢 是一个稳定性的问题 因为我们业务的要求非常高 所以在面临 特别是这种 跨Region 部署的时候 Region之间的 常传链路的网络 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 这个时候 我们要在不稳定的网络上 提供稳定的数据库的能力 这也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 最后呢 就是兼容性 我们必须跟原来百分之百 无缝兼容 让业务完全无感知的 能切换到这么一个 高可用的方案上 那很多人会提出一个疑问 就是 MySQL Group Location 不就是把Paxos 引入到MySQL上 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那我们为什么 还要再造一个轮子 再做一个X Cluster呢 相信这几个图 大家都能感受到 我们在同层 也就是多Region 多AZ情况下 我们的性能 因为读性能 大家都知道是不变的 那么我们快写入的性能 是 MySQL Group Location的 2.7倍 在同层情况下 然后在 快Region情况下 我们是 MySQL Group Location的 4.5倍 所以 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我们如果 不做这个X Cluster 我们直接用 MySQL Group Location 那么我们要增加 4.5倍的机器 那这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那为什么 X Cluster能 比MySQL Group Location 做得好这么多 其实今年上半年 我们又去 那个 Poconet Live上分享了 然后Group Location的 那个Leader也 非常惊讶 看到这个数据 然后来不停地问我们 你们到底有什么技术 能比他们好这么多 那下面我会透露一下 首先 我们自研了一个 分布式的 强一致的Paxos协议 我们叫做X-Paxos X-Paxos的话 它 从设计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 多线程的一个 多线程的一个协议库 其实现在公开的 Paxos协议里面 大部分都是 还是单线程的 像 Group Location的 X-Com 以及 大家知道的 Phoenix Paxos之类的 而我们一开始 我们在底层上 实现了一个 多线程的 一部调度的系统 然后来支撑 整个Paxos的调度 同时呢 我们在Paxos上 实现大量的 无所设计 来使得 在多线程调度的时候 它的并发性能 非常的好 所以 从而实现了一个 高性能 可以跨Region部署 以及 容忍网络抖动的 Paxos库 也基于这个Paxos库 我们可以把 X-Collector性能 做得这么好 同时呢 X-Paxos 其实它是一个 独立的基础库 它不单可以给 X-Cluster用 它可以给我们 后续的其他产品 以及 阿里内部的一些 基础的业务 比如说一些 分布式存储 同样可以 我们内部也有一些 分布式服务的提供 他们直接采用了 X-Paxos 来引入它 来赋能它的 分布式强一致的能力 这个已经落地了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 大家刚才看到 我们在QuadRegion的时候 其实它的性能比 同路径在 的性能会更好 就是相对于 Group Location的性能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在 那个Paxos上 引入了 Batchen和Pipeline的技术 我们参考了 业界的一些Paper 然后优化了 它们的方案 在我们的X-Paxos上 落地了这个技术 相信大家 其实Batchen和Pipeline的字面 非常简单 Batchen就是我 Paxos做Proposal的时候 我可以一次性Proposal 多个请求 这个很简单 但是Pipeline会相对复杂一些 Pipeline就是说 我在上一组Proposal 它完成以前 在被Accept以前 我可以同步发起 下一组Proposal 然后进行一个流水线的 一个操作 这个听着 其实可能还好 很多网络库什么的 都可以实现这种技术 但它要在Papeline 它要在Paxos上落地 其实是很难的 我可以举其中的一点 就大家很多人 会拿Paxos跟RAFT 来进行对比 那么Pipeline 有一个强要求 就是它的日志 必须能接受不连续 也就是空洞 而RAFT的前提 就是日志必须是连续的 所以像RAFT 基于RAFT的一些分布式协议 就肯定不能使用这个技术 然后像 Group Location刚才也提到 它的XCOM是基于Paxos的 那么它也知道 Pipeline其实可以提升它的性能 但这个实现其实挺难的 所以它现在到目前为止 它只实现了一个固定的 就十条Pipeline 而我们是完全实现了 全动态 自动检测的一个Pipeline的调节 我们在不同节点之间 我们会使用不同的Pipeline配置 而且是适应的 这样 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我们在跨城下 跟Group Location比性能提升 这么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跨城情况下 面临的另外一个困境 就是我们的跨城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们可能会部署五节点 七节点 甚至九节点 那这个时候呢 Leader的负载会非常的大 那么我们就需要 对这个进行优化 所以我们采用了 LACD 也就是 Location Aware Contact Distribute 就究竟分发 说通了 说白了 就是究竟分发 就是说我一个 比如说我这个follow 下面的这些follow 它其实不需要 它可以从 Leader上拉它的 就接受它的proposal请求 它也可以从 究竟的follow 收到它proposal请求 那么 一般的实现 都是从Leader来 这样又简单吧 但是它的 对Leader出口带宽 要求非常大 同时 跨Region的时候 大量的跨Region的链路 也会拥塞 整个长传链路的稳定性 那么我们 实现了一个 自适应的究竟分发 它可以自动探测 就是它究竟的节点 跟Leader节点的网络现状 然后来决定 它从哪个节点 收到它的 后续的proposal 以及它的commit的 日志的请求 那么这样就会让 在跨程下 优化它的Leader出口问题 最后呢 不是再好 就是下面 下一个呢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 规议化的日志 大家都知道 MySQL其实是有 binlog跟relaylog 那么它其实两个log 其实是一个 有一定的冗余的 然后我们在paxos中呢 我们的paxos 它本身是 可以实现日志插拔的 就是说你可以 自己实现一个日志 对接到paxos上 这样就能 就能实现经偶和 提升很高的效率 那么我们就把 binlog跟relaylog合并 然后对接到paxos上面 然后实现一个 一体化的日志 这样的话 它整体的效率 就会变得非常的高 而不需要像 现在的某些 就包括group location上 其实它内部的日志 都是多份的 这样的性能的overhead 就会非常的大 还有一个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义部提交 就是在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面向的是跨城场景 所以当跨城墙同步的时候 我们的提交就会被阻塞 因为我需要做一次 网络的proposal 那么它的时间 可能是在几十毫秒级 那这时候它的县城就会被阻塞住 造成县城的调度非常的频繁 那么我们做了什么工作呢 我们把整个circle的执行 分成了多步 然后有一个县城池来驱动它 我们一开始 可能是监听这个请求 然后收到请求之后 我们进行主体的执行 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发现它需要等待协议 达成多数派 那么我们就会把它挂起 而挂起不是县城挂起 它是扔回就续队列中 然后我们这个县城就可以继续 处理其他的请求 直到这个多数派达成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session给调度起来 我们再执行后面的操作 把它提交掉 以及回包这种操作 这样的话 整个县城的running 就会变得非常的低 然后整个调度就会非常的高效 这也是我们实现跨城 跨城环境下性能提升的一个关键点 而基于以上这些点 其实就是我们实现高性能 跨城强同步的主要秘籍 那么下面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统一的生态系统 其实很多同学对Paxos有一个误解 他们认为Paxos 它其实只是一个做成高可用 以及强同步的一个工具 它其实并没有 这就是主备嘛 就是切来切去 然后保证数据不丢失 但其实Paxos是有一个很大的扩展性的 这个很多业界其实还没有利用到 Paxos本身是有proposal acceptor learner组成 那我们可以利用它的learner的特性 把原来周边的一些 比如说止读节点的扩展 我们作为一个learner 接到Paxos中 那它就会接收到 已经达成多数派的日志 来提供一个止读服务 我们可以把备份也接到整个环境中 我们可以把高可用的切换系统 也接到整个环境中 它们都是整个Paxos group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样的话 它就是一个完全一体化的一个设计 这里举一个最重要的例子 就是我们的高可用系统 刚才我们说了切换 切换之后 我们必然要让应用来感知整个切换的流程 所以我们提供了一个Xdriver Xdriver类似JDBC的一个driver 然后它其实是在应用端了 然后它是作为一个learner 接入到整个Paxos group中 当这个Paxos group的角色 发生切换 以及节点被替换 或者扩容或者缩容的时候呢 它就会以learner的形式 订阅到整个切换的日志流 然后做出对应的改变 然后让应用来感知这个切换 这样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完全是整体的一个方案 这也是我刚才跟 刚才跟那个多组件偶合的一个 集群方案的一个对比 就我们是一个完全自包含的一个 集群方案 来解决我们所有的业务逻辑 它完全是零外部依赖的一个系统 然后除了刚才说的切换以外 它其实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比如说增量日志系统 大家都会从MySQL里面 拉取Blog 然后对接到下游 然后做一个增量的 在业务上的日志订阅 以及比如说Ego数据库的同步 那么我们把这个 就比如说DTS这种系统 然后我们把这个系统也纳入到 我们的那个生态系统里面 就是跟刚才的那个系统一样 它作为一个Paxos的Longer 记录到整个Paxos Group中 可以实现订阅日志提交 不会拉到污染的日志 同时协议本身可以保证 它拉到的日志是强一致的 同时它还会有自动的位点联动 不用这样避免了很多很多 以前因为多系统联动所遇到的问题 其次就是持续备份 我们的备份节点也是一个Longer 它可以持续地从Xcluster中 获得到已经提交的日志 这样的话它的RPO会变得非常的小 第三个就是我刚才介绍的Xdriver 这里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提供了一个XDK 它让外围的系统可以直接植入这个SDK 就能作为一个订阅者 然后来订阅我们Xcluster里面的 各种各样的消息 这些前面这些其实都是通过 SDK来实现的 那这是我对Xcluster的一个总结 首先Xcluster的优势点就是 它是一个跨region 以及全球的部署 这个能力现在能宣称的数据库 还非常少 而现在大部分极群方案 其实都是跨AZ的方案 甚至有些极群方案连跨AZ都跨不了 第二个呢就是Pypline Pypline这个我们是完全做到了自适应 像MySQL Group Location的话 现在是固定10 然后很多方案的话 其实都是没有的 都是Pypline就是1 然后生态 我们是第一次提出了 在Pypline上建立一个完整的周边生态 把所有的周边都融入到一块 而其他的 现在还很难看到这样的生态和配套 包括义部提交 当然义部提交 有些分支上可能已经做了 但是MySQL Group Location也还没有 包括日志 我们把日志缩短到了一份 其实这是很难得的 像很多其他方案还有三份的 MySQL Group Location其实相对算不错的 也是两份 包括写入信呢 那么说了这么多 我们说几个实例 这个就是我们最经典的一个跨AZ的方案 它是用来替换就是组备 就同层两个机房 两个AZ的一组一备的方案 我们可以对角色进行定制 它可以实现一个logger节点 logger节点本身是没有数据的 它只是做投票使用 所以它是不占用资源的 所以这个方案的成本 其实跟一组一备的成本 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它完全不依赖 外部的任何组件 就可以实现高可用跟强一致 并且它能实现持续备份 也就是这边说的 数据零丢失 秒级切换 以及无地三方组件 同时它成本也没有增加 但是它的IPO又大幅度缩小 这是一个 就是在我们内部会大量替换 原来的组备方案 第二个就是一个跨region 也就是替代异地多活方案 我们在region1 region大家可以认为 比如说是一个city 或者是一个更小的 一个可用域的范围 我们第一次真正实现了 跨region的强同步 单个region不可用 零数据丢失 这个我们是完全可以承诺的 因为我们在集团内部 一个非常核心的系统上 已经实现了整个上海的一个 就是当机演练 把整个上海全部切断 然后业务完全没有影响 就就是采用了这个方案 它不但能够做到跨程高性能 同时它在跨region的时候 性能是下降非常少 同时它还有一个 非常灵活的切换方案 你可以自己定制 说我某一个节点 当机了之后 我要切到哪一边去 就是一个意向性的切换方案 它会按照你的设置 进行自动的切换 同时它还有一个 非常高的伸缩性 就是说它这个方案 它不是固定的 不是固定 只能有这么几个节点 它还可以任意地扩充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 任意的一个节点 变成logger节点 或者我们任意地扩充 止读节点 或者往外面再扩充几个region 这都完全没有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有一个 也是集团内部的一个项目 它需要做一个跨国的部署 要部署到另外一个国家上去 所以它就直接在 原来的集群方案上 引出了一个 lender节点 来做一个止读的跨国部署 而这个非常方便 就是基本上就是 不需要做提前的任何策划 只要资源到位 就可以直接加上去 非常灵活 那么 讲了这么多 我可以简单地总结一下 我今天讲的 首先我们Xcluster的部署规模 我们线上其实已经有一万家以上的实力 部署了Xcluster 来获取这种高可用跟强一致的能力 同时这些集群也覆盖了集团 蚂蚁菜鸟 整个个BU 其次我们的部署形态 非常的丰富 因为我们的业务需求各不相同嘛 所以它其实又有多region部署 又有多AZ部署 甚至有一个五国部署的方案 就是跨五个国家的强同步 同时我们也完成了程式机的融栽 是完全零参与 零数据丢失的一个 整个的演练过程 从事Xcluster会今年在双11支撑 交易的核心链路的多个集群 这也是支撑我们双11的 一个重要的利器 最后呢Xcluster后续会作为 XDB.0方案上云 关于Xcluster呢 其实后面同学会介绍很多 整个的演进过程 然后XDB Xcluster其实是作为XDB的第一步 也就是1.0方案 后面还有2.0 3.0 可能后面的同学会介绍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我又上来了 然后刚才就是由江仪同学 为大家带来的 我们在16年我们的XKV 包括在17年我们XCluster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高性能 包括持续可用 包括这种异地多活 这样的一些思考 包括我们技术上做的一些探索 包括我们最后在 真正在业务上使用的一个效果 然后因为今天这个场地的原因偏小 可能很多朋友都挤在门口进不来 因为里面其实还是蛮空的 大家知道我不知道这里面 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是坐过公交车 因为有些是不是一出生就没有坐过公交车 如果坐公交车的时候 里面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往里面走 里面还有空 是吧 所以说就是大家相互体谅一下 公交车师傅都这么说 如果是那个的话 我觉得包括前面啊 包括边上啊 都是可以的 如果是那个相互体谅一下的话 可以到前面来或者那个 因为我看后面挤了很多 包括我们的拍照的师傅都进不来 拆开一下 然后刚才是我们江一同学带来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因为我刚才最开场的时候 我也分享过 就是说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孙建宁教授 然后接下来呢 就由孙教授为我们带来 机器学习预建数据库 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火花 各位朋友下午好 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基于 机器学习的自主数据库系统 这个题目是两个多月前就定下来的 然后呢 国庆之前我把这个PPT准备好 开启了产甲模式 却不料大眼彼岸 奥瑞卡公司在OpenWorld会上 它的创始人兼CTO 发布了自主数据库的产品计划 我听到这个消息 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是 且惊且喜 对不对 我注意到呢 媒体上面啊 中文媒体上面呢 对这个Autonomous Database啊 另外一种翻译叫做自制数据库 刚才贵多也讲到啊 是自制数据库 那么自制和自主啊 是同一回事 只不过是呢 他们借用自不同的领域 自制的话呢 更多的是借用自政治领域 我们知道自制区是不是啊 自制政府 对不对 而我的话呢 习惯用自主 因为我用了它二三十年了 自主的话呢 是借用自啊 神经科学领域 我们知道 我们的大脑啊 两套神经系统 一套是中枢神经系统 是控制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的 是吧 我们伸伸腿啊 弯弯腰啊 是中枢神经系统控制的 但是呢 还有一套的叫做自主神经系统 是控制我们的内部的器官啊 是吧 控制我们的血液体分布啊 是这样子的 那么自主啊 神经系统啊 当初这个自主这个词 其实来自于IBM 自主计算 最早其实就是介自于 神经科学的 所以的话呢 自主啊 是一种更加 符合历史的情况的翻译 OK 无论如何吧 奥利卡公司在这个时候 发布这个自主数据库计划 是个很好的事情 首先要感谢奥利卡公司 为我的报告提供一个最新的 一个案例阻振 对吧 作为回报的话呢 我也要对奥利卡的产品发布啊 提供最及时的阐释 最及时的解释 那我今天的话呢 主要是讲这四个方面吧 一个是自主数据库啊 它的背景 它们为什么会产生的 然后的话呢 讲讲啊 这个自主数据库啊 它有什么特征 它有哪些自主性的级别 这样的话呢 我们判断一个 号称自主数据库的 我们也可以知道 它是出于什么level 然后的话 我会介绍一下 目前企业界和研究界 对这个自主数据库的 研究现状 最后的话呢 挑战和展望部分的话呢 我们主动在基于 机器学习的 自主数据库系统的 一些挑战和 未来的展望 那么说到这个自主数据库啊 可以说自主数据库呢 是一种自主计算系统 autonomic computing 那么说到这个自主数据库 其实是呢 不能不提IBM的 自主计算系统的 这个是不能回避的 我们从学术界的来讲呢 是非常要尊重历史的 但是的话 产品的话呢 它可能就刻意要回避这个事 那么IBM公司啊 发布这个自主计算 这个计划 其实是在2001年的时候 2001年的时候 它当时呢 就发布了一个自主计算宣言 IBM公司呢 看到了当时啊 在企业级应用环境之中 在互联网环境之中啊 IT系统越来越复杂 规模越来越大 要靠人工去管理啊 这已经是不堪咒负了 所以的话呢 他们提出了 自主计算的这个概念啊 那么自主计算的话呢 通俗地讲就是啊 自主计算机系统的话呢 应用系统的话呢 具有自我管理 自我优化 自我配置 自我修复 自我保护的能力 这是个很大的计划 那么从数据库领域来讲的话呢 自从IBM发布了 这个自主计算 这个计划以来啊 这个自主数据库系统呢 已经开始研究了 所以的话呢 自主数据库啊 或者叫自制数据库啊 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至少在我看来 将近有17、18年历史了吧 那么以前的数据库的话呢 以前的自主数据库呢 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是 ADMS就是自主数据库1.0 它怎么叫1.0呢 它呢 研究的话呢 不是系统性的 它是针对 数据库系统的各个侧面 研究一些工具 来实现这个自主性 还有的话呢 从方法上来讲的话呢 它是基于模型的方法 也就是啊 针对它某一个问题 它是线性问题呢 还是说是马可复链模型呢 是通过这样的假定 去研究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随着硬件的发展 和人工智能2.0啊 这个是真正的 使自主数据库系统成为可能了 以前的自主数据库 没有一家是能够说得上 是自主性的 那么人工智能2.0 是我们这间大学的 潘云和院士归纳的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1.0啊 是基于符号表示的 把我们人类的知识 用符号来表示 典型的应用的话呢 就是专家系统 它是用规则来表示 人类知识的 那么自主数据库1.0的话呢 基本上也是这个套路 那么人工智能2.0的话呢 是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 它是啊 从大数据中学习知识 这样的话呢 就为人类智能的这个研究 开拓了新的领域 那么也为自主数据库的实现 提供了可能 当然了这是可能 不是说马上就能变成现实的 我们后面可以看到 它其实还有很多的路要走的 好 我们回顾再来看看 自主数据库系统为什么会产生啊 为什么会提出这么个东西来啊 对吧 其实的话呢 在自主数据库开始自出 15-16年前吧 已经意识到了 现在这个数据库系统啊 越来越复杂了 规模越来越大了 是吧 要DBA去管理 调优这个数据库啊 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啊 那么归纳起来的话呢 可以说有那么几个方面吧 一个的话呢 叫做现在的数据库系统啊 都要支持啊 混合的工作 复合 负债 Worker lot 那么我们知道 数据库系统的应用场合啊 典型的分 分析型的应用 事物型的应用 事物型的应用 比如银行转账这样的应用 还有分析型的应用 然后呢 有些应用啊 是分析和事物结合的应用 这个叫做HTAP应用 那么以前的这种应用的话呢 都是啊 事物应用和分析应用 是两套系统 然后呢 又通过一个叫做ETR的过程啊 把事物的数据呢 不要装载到 分析型的应用里面的 这里有一个很长的时间间隔 对不对 然后分析的数据呢 不是最新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要提出啊 叫做在线分析 这个分析的数据 就是要最新的 那么目前的话呢 在数据库学术和工业界的话 其实大家都对这个 混合事物分析处理系统啊 在这里focus在这种的体系结构上面 那么这种体系结构啊 就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因为它既要支持事物型的应用 而事物型的应用 大家知道 计算机的事物型的应用啊 它的数据结构啊 是按照行来存放比较好的 关系数据库来讲啊 是面前行来放的 但是分析型的应用呢 最好的是按照列来存放 而这种混合的话呢 既要行业又要列 是吧 所以的话 这种数据库系统呢 就要有很强的适应性 那么这种适应性的话呢 不是靠DBI人工管理 所能够提供的 所以需要数据库系统啊 具有很高的自主性 还有的话呢 就是啊 易购的硬件环境 现在硬件进步很快 是吧 除了这个多核CPU很普遍以外 那么还有呢 一种高速网络 RDMA 直接远程的直接内存访问 它可以绕过 TCP IP协议站 绕过甚至绕过 远程计算机的内核 两台机器 直接可以访问 这个的话呢 就为分布式的系统啊 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可能性 然后呢 还有非易式内存 Novalet time memory 我们现在这个内存 都是一掉电就没的 对吧 那么非易式内存的话呢 就是它掉电以后啊 内容不丢失的 但是呢 它的读写性能的话呢 和现在的这个DRAM的话呢 可以有的一比 虽然要低一点 但是可以有的一比 那么这种东西的话呢 对计算 对数据库系统的架构 又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然后的话 还有呢 FPGA 就是啊 这是现场可编程的阵列 它现在也可以啊 用在 对数据库系统的 核心的一些 计算密集型的算法 用硬件来加速 大家都知道 GPU还有 对吧 特别是分析应用里面啊 计算密集型的 用GPU来弄 那么现在很多 应用系统里面啊 从事面临这样的硬件环境 那么这么一个数据库系统啊 就是要在这种硬件环境之下 也要能够充分利用它 要有很强的 很好的适应性 还有呢 是重写系统结构的 这么一个背景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图灵讲获得的 Michael Storbrink 是吧 他好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 他就指出了 一种数据库的架构 要应付所有的应用场面 是不行的 他说 one size fits all 就是一种体量 要适应所有的应用情况 是不行的 所以他说要重写应用 那么以前的话 就是面向事物的 或者面向分析的 对吧 现在有的面向 与传统是面向行嘛 现在是很column oriented 面向列的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到 现在数据库市场 其实是百花齐放的 除了传统数据库以外 还有很多non-seql数据库 non-seql数据库里面呢 又有面向列的数据库 是吧 有KV Store 对不对 还有那文档数据库 是吧 BongoDB这样的东西 对吧 那么即使是重写系统结构 有好多种数据库系统结构 但是的话 现在因为这个应用非常复杂 所以每一种系统结构 都要有很强的适应性 最后的话 我们再回到这个DBA关系的问题 现在的数据库系统 随着版本的不断升级 这个系统的可不许值参数 是非常多的 几百个参数 几百个参数 要DBA去调 原理上来就 这个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东西 你可以想象 好像家里面有一台收音机 是不是 你是有几百个按钮 在这边要叫你调 这个是不可想象的事 是不是 对啊 我就不知道DBA为什么 数据库领域 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是吧 我家的收音机就三个按钮 一个是选择功能 是吧 是蓝牙 还是收音机 还是外界介入的 然后再一个按钮 就是调频道 再一个按钮 就是调音量 就够了呀 三个按钮就够了 所以我觉得DBA 数据库系统 这都也就几个按钮 就够了 要DBA去调 是吧 那么为什么会有几百个按钮呢 因为这些按钮 其实不应该叫做按钮 就是应该是系统内部参数 照理来说 这个系统应该自动的 调整这些参数 使系统达到最佳 但是的话呢 因为数据库系统 其实很复杂了 即使是开发数据库 管理系统的人 也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他只好把 这么几百个参数 都摟露出来了 给你DBA去调 这里有一个 很不恰大的解释 好像DBA是神一样的 是吧 其实所谓的 DBA也是个人啊 他很困窘 是不是 对不对 这是一个单独的 数据库系统 明明的问题 但是现在大家知道 数据库系统 其实也往云服务的方向发展 对不对 像亚马逊和奥雷卡 都是往云服务方面发展 那么云服务的 数据库的话 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吧 他强调这个系统的坦性 是吧 强调根据那个 Surface Level Agreement 就是服务级的协议啊 为任务提供 这个动态的资源 这个配置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在这种云服务的场合之下 靠DBA是完全是不可能的 完全不可能 所以需要系统啊 具有很强的自主性 自我管理的能力 OK 好 那么再加下去的话 我们来看看 自主数据系统啊 具有哪些特征 这里的话呢 叫做SafeX 这个的话 其实也是 当初IBM提出的 自主计算的时候啊 提出来的这些特征 Safe 这里就是自我配置 自我优化 自我保护 自我修复 和自我学习 当然注意 自我学习是我加的 前面四个是IBM加的 这里我可以解释 那么从数据库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自我配置大家都好理解 是吧 其实就是根据应用的类型 是分析型应用 还是事物型的应用 还是混合型的应用啊 能够通过按照这种应用啊 来重组 来很好的配置 数据库系统内部的组件 这叫做 这个自我配置 当然了也包括 资源的 获取 OK 然后自我优化的话呢 你可以说 在运行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 在运行的过程中啊 要最有效的利用 系统的资源 使得系统达到最佳的性能 当然了 在数据库系统领域的话呢 优化还有一层的话呢 叫做查询优化 是吧 因为数据库啊 关系数据库CQ语言啊 是一个select的语句 它只告诉数据库系统 我要取什么数据 不告诉它怎么取的 那么在这里面 最关键的一个技术 就是查询优化技术 那么查询优化技术呢 可以说是 属于自我优化的一部分吧 自我保护比较好理解了 特别是在现在 互联网环境之下 是吧 任何一个系统 包括数据库系统啊 都可能遭到攻击的 对吧 那么数据库系统的话呢 就要有啊 对这种攻击的 感知的能力 要能够自动去 抗拒这种网络攻击 要能够自动地升级 自动地 大补丁 对不对 然后呢 自我修复的话呢 就是说 在当机的情况之下 在数据库的存储介质 发生故障的情况之下 要能够自动恢复 对吧 特别是在 现在这个cluster 很多计算机 组成一个集群的情况之下 发生故障的 某台机器发生故障的频率 是很高的 是吧 根本就不是靠人工去干预 是能够解决的 所以这里需要很强的 自我修复的能力 这是IBM提出来的 SafeX 这样啊 那么自我学习呢 是我把它放在中间的 这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你很难想象 一个自主计算的 这个数据库系统啊 它是由 DBMS开发人员 HardCoded 在程序里面的 所以的话呢 其实这个自主的数据库系统啊 需要有很强的 声音变化的能力 需要有很强的 自我学习的能力 没有学习的能力 我认为这个自主数据库系统 是根本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实现的 好 然后的话呢 这是一个自主系统 自主计算系统的 一个一般的处理流程 这个也是 自主数据库系统的处理流程 很有名叫做MapK MapK MapK的话呢 其实这样呢 在这个图的下面呢 就是说 可以说是被管理的组件 就是DBMS一般的功能 是吧 然后上面的话呢 是自主性的体系的功能 自主性的组件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有MapK M的话呢 就是Monitor 有这么一个组件的话呢 动态的监测系统的 各个方面 包括它的运行时候的状况 是吧 包括来自应用层面的 等等各种东西 叫做Monitor 然后呢 Monitor通过数据的话呢 要进入分析流程 进入分析流程 分析流程之后的话呢 要进入计划 就是说 我怎么调整这个系统的参数呀 怎么调整系统的内部配置啊 这进入的Pair 然后的话呢 后面是Execute 计划好了 是吧 决定要进行怎么配置了 就要进入这个运行 这么一个组件 然后呢 这个下面的话 Sensor的话是 等于说是传感器 Effect是属于效应器 就是说 这个Execute 作用于Effect 它就是对这个 Management的Element 发生作用了 所以这里有一个 很著名的流程 就是MapK 通常就是这样的架构 然后的话呢 这个是ADMS的一个 自主性的进化级别 由低到高的 是吧 因为自主性的实现 自主数据系统的实现 不是说是跳跃式的 一下就进入自主性了 是吧 它这里有很多级别的 最基础的级别 叫做Basic Level 其实这个GBA的话 你可以理由于解释 这是最基本的 这里面可以说是 完全是由DBA 是由系统管理员 来控制系统的 来调整系统的 也许这个系统啊 有一些性能管理的 这些零星的工具 但是它收集的信息呢 是零星的 需要DBA去整合 是这样的最基本的 然后再高一级的话呢 叫做Manager的 叫做管理级了 这个时候啊 数据库的监控的工具的话呢 就不是零星的了 而是整体的 它给DBA提供的是 关于这个系统运行的 一个一致的 整体的这么一个试图 这样的话 DBA的话呢 可以对这个系统进行分析 做出优化的 配置的这个决定 但是在这个Manager 这个级啊 还是由DBA来管理的 Monitor工具呢 只是提供一个辅助 再高一级的话呢 叫做预测级 预测级就是说啊 这个数据库系统啊 已经能够对 它的工作负荷 对它的运行参数啊 工作负荷 做一些预测了 它能够预知到 后面可有一个阶段的 工作负荷 然后的话 可以给DBA提供一些建议了 已经能够提供建议了 比如说 我应该配置什么参数 应该进行什么样的调优了 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 但是的话 最终只做这个事的话呢 还是需要DBA来做的 然后的话 适应级的话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系统啊 已经能够自己 做一些调优动作 自动做一些调优动作了 可以 有些工作可以把DBA的话 解放出来了 这是这个 那最高级别的话 就是自主性了 你可以想象到 自主性的话呢 那么DBA是住在一边的了 是吧 它可以不是做什么事的了 是吧 完全由DBMS内部来 来做这个事了 是不是啊 这时候DBA的话呢 可能是不是有点失落的感觉啊 其实不如失落的 在这个时候自主性呢 在这个级别啊 DBA可以做什么 可以更多的关注业务 Business 不要放在Info-straction上面 放在Business上面了 对吧 这就你就 人生就得到升华了吧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研究现状的话呢 我们从两个维度来看 一个是工业界的维度 一个是学术界的 我们先看工业界的维度 公平地讲了 十多年前啊 这些数据库的大佬 DB2 Orca SQL Server的话呢 在自主数据库方向 在数据库的自我管理 自我配置方向呢 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了 对吧 那么这些都是论文的题目 很多的是发表在十多年前的 当然了 也有些论文的是发表在最近的 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BelowDB2 第一篇论文 Adaptive Safe Tuning Memory 这个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好理解 在传统的数据库的情况之下 传统的数据库是 数据放在磁盘的 面向磁盘的 是不是啊 这样的话呢 内层就写得很金贵 对不对 那么数据库系统 获得了这么 这么一样的内层 但是内层啊 它会有很多种用途 它可以用在缓冲区 可以用在缓冲语句也可以 或者用来缓冲日字 或者用来锁的管理 那么这个内层啊 到底分给这些消费者吧 要分给他多少呢 这个不是说随便的 对不对 所以呢 DB2的话呢 是通过效用分析 效用分析 成本效用分析来分析 动态的分析 分配给哪一种 哪一个消费者使用最划算 所以它就通过这么一个工具 来实现这个memory的那个自动调优的 自动调优的 自动调优的 这个是不用DBA介入的 它会自动调的 但是这是很片面的一方面吧 不是很传面的 就是说它只是memory 对不对 然后那Artica的第一篇论文的话 Artica Workload Intelligence Workload就是工作负荷 工作负荷 Intelligence 它做什么事呢 其实也很简单 它就是有一个工具 去分析工作负荷的日子 工作负荷日子 就是很多SQL语句流 对不对 通过分析这种日子的话呢 它可以让DBA知道 目前在应用层面 到底是 它是怎么访问数据库的 它的通常的访问模式是怎么样子 比如一个SQL语句 再接着一个SQL语 再接着一个SQL语句 这种模式经常出现的 这个就是说 是一种关键性的工作路径吧 这样的话呢 既有利于DBA 对这个系统的 业务的理解 也为DBA 进行数据库调优啊 提供了 很好的这个线索 但是呢 它还是一个单独的工具 还是个单独的工具 然后SQL Server的 第一篇论文的话呢 Serv Tuning Database System A Decade of Progress 也就是啊 数据库的自我调优啊 十年进展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啊 它是十年前 真的 刚好十年前发布的 它十年前发布的论文 对在它的十年前的 一篇论文的一个总结 这里多少个十年了 二十个十年是吧 对吧 它是07年的时候呢 它在VADB上面 其实啊 它199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呢 是获得了十年最佳论文奖 这个论文其实说 就是说呢 它是经济期考验的 它是推动了 这个领域的发展的 对吧 那么这篇论文的话呢 其实是对数据库的 所谓的卧理设计的问题啊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什么叫数据库的卧理设计呢 对吧 我们知道 逻辑设计就是定义表啊 对吧 可以通俗点就是定义表啊 卧理设计的话呢 就涉及到什么呢 我这个表上面 要定义哪些索引呀 对吧 要定义哪些 Materialized view啊 Materialized view就是 卧化视图嘛 它有利于加速查询的 还有呢 数据库怎么进行partition啊 partition就是分片 是一个表 是水平分片 垂直分片怎么分啊 这些都是数据库的 物理设计的问题 其实是挺复杂的问题 对吧 传统的话呢 都是要DBA人工去做这个事的 那么Sycle Server的话呢 其实它就为这个问题的解决 提供了一些系统的思路 它那篇文章 1997年发表的文章的话呢 对这个领约的话 是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所以呢 它07年的时候 它又做了总结 然后现在 17年了 又过了十年了 是吧 这个变化很快啊 对吧 好 然后在这个表的话呢 也可以参照一下 这个表呢 列出了这几个数据库的大佬 产商啊 它针对四个 Safe Optimization 就是自我优化 自我配置 自我修复 和自我保护 它分别有哪些管理的工具 有哪些组件 来实现这种系统 比如DB2 是吧 你看DB2的自我优化这里 自由化这里就是 你看有很多 Learning Optimizer Automatic Statistic Collection 是吧 你看 就是DB2这里就有四个工具 然后后面注意 后面带的这一列数字 比如0.6 0.4 0.5 0.5 是研究者 就是我们针对这个系统的 自主性成熟度 自主性成熟度 打了一个分 比如说因素 完全自主的 那么这里的话 打分下来 你看都是围绕0.5左右 都是0.5左右 0.5左右的话呢 如果你们对照 刚才那个进化级别来讲 相当于啥级别啊 最多是预测级 是吧 这个程度 就中间级了 它可以为DB提供 这些综合性的 这个系统的监控的工具 是吧 也可以提出一些 这个建议来 就是当中这个级别 对吧 还没有 完全没有上升到 自主性的级别 这个范畴啊 好 然后呢 大家看看 再来看看Orica 11号的时候 Orica的 融合大会 Orica Open World 一期大会上面 Riley Alice 就宣布了Orica的18C C大概是Cloud的意思吧 它从12C是吧 一下跳到18C了 知道了 这个跳得也挺快的 是不是 所以看了呀 就是说 只要看谁 谁大胆 是不是 弄出来就是了 18C号称 世界上第一款 自主数据汇系统 是吧 号称第一款 是吧 这个我怎么说呢 胆子挺大 就反正胆子挺大 是不是 那么它这里 有几个关键词的话 它要注意的 一个呢 它是基于机器学习的 这个对我来说是新的 这个对我来说 我认为 这个是它的新的点 是吧 为什么呢 前面的自主数据汇系统的话呢 我说了 它是基于模型的 它是自主数据汇1.0 知道啊 只有基于机器学习的 可以说是进入了2.0的了 那Olico的话 可以说 它进入了2.0的 而且呢 它发布了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看点 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就是说 它是节省了 它说很多人工管理成本 其实就是说 DBA你可以休息了 对吧 然后它说是不停机的 可以啊 进行连续性的性能调优 自动打补丁 自动升级 对不对 运行时自动的抵抗网络攻击 等等这些东西 啊 还有什么 然后的话呢 有一点的话呢 它是从云服务的角度来说这个事的 它是和那个亚马逊的AWS去比的 对吧 就是service agreement 是吧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它说啊 我这个Olecar现在的话呢 一年啊 最多也就是30分钟停机时间 你做到最最关键的这些 升级维获吧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从service level agreement的角度来讲呢 可以达到99.995% 还是挺高的 是吧 而亚马逊的AWS 它说啊 现在只是99.95 比它高 是不是啊 这个也确实不容易 我们必须肯定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它们的产品的发布上面的话呢 用了几个Safe 大家看看Safe什么 Safe driving Safe scaling Safe repairing 哎呦 我一看 这个和我们通常认为的 自主性的几个CF 完全不一样嘛 是不是啊 这个我表示理解 为什么呢 产品发布嘛 只是要体现它的创新性 是吧 所以它要有意的 刻意的回避那些Safe的东西 是不是啊 但是的话 我们通过线线看本质的话呢 其实就是传统那些Safe 是吧 自我配置 自我优化 自我保护 自我修复 这些功能嘛 对不对 好 这是Olica的发布 然后的话呢 当然了 它这个发布不是说 现在就有了 是吧 它呢 这个自主数据库 面向数据仓库的产品啊 它是要今年12月份才提供的 所以大家敲手以待吧 是吧 然后呢 要到明年6月份 才有面向事物的发布 OK 然后的话 我在想 面向那个分析和事物的发布会是什么时候呢 对吧 它不是说 你看 它说是能处理各种工作负荷吗 事物的 分析的 混合工作负荷吗 我看中的是后面那个 对吧 我就想它会什么时候发布呢 但是我并不寄予很大的希望 也就是说 我并不很希望 它说比如2018年就能够发布 因为我知道 自主数据库系统啊 其实是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的 是吧 所以它即使不发布 我也表示深深的理解 知道吧 还有的话 有一个我比如说 它那个字里话 其实自主数据库 它又用了一个词的话 叫做呢 世界上第一款 Safe Driving的数据库系统 Safe Driving 明显是来自于自动驾驶汽车嘛 Safe Driving Car 是不是啊 明显是来自于这个 自动驾驶汽车那么多 当然Safe Driving数据库 很好理解这个东西 是不是啊 但是的话 从本质上来讲 Safe Driving和那个自主性啊 自制性啊 是同样的回事 对不对 好 这是工业界的最新的进展 下面我们进入学术界看一看 学术界看一看 这个工作和下一个工作啊 都是卡内基美容大学的工作 在这里我必须对 卡内基美容大学的数据库团队 表示深深的敬意 为什么呢 其实啊 卡内基美容大学啊 关于自主性的问题啊 我关注它好久了 二十多年了 为什么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有机会啊 结合着一种保密的应用领域啊 开展那个自走的汽车的研究 它那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A-L-V A-Autonomous Land Vehicle 翻译起来就是啊 自走的陆地的交通工具 知道啊 其实就是那个自走车 是吧 它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这个研究了 而且那时候它已经用了神经网络了 当然不是现在是深度神经网络啊 它是三层的返传的网络 是吧 它在那个校园里面啊 拍了很多很多道路的图片 是吧 让那个神经网络啊 能够自动的沿着道路的中心走 知道啊 它已经是很久很久就做这个工作了 知道啊 所以说我为什么我说 我自走性这个词用了几十年了 这是有根据的 知道啊 我那时候就说这是自走驾驶车 知道啊 然后的话呢 下面一个工作的他们也是 Safe Driving Database啊 等一下我会讲 其实也是卡内基明龙大学最早提出来的 对吧 所以要比个先后的话呢 我认为卡内基明龙大学是提出了第一款 Safe Driving的数据库 Oleka呢 是提出了第一款山洞的数据库 大家都是第一 对吧 那么这个工作的话是什么呢 叫做AutoTune 这个工作的话呢 是比较传统一点的功能 就是啊 是数据库的自动调优这个事儿 它是结合着机器学习的 所以呢 它是属于啊 自主数据系统2.0的工作 它是什么一个基本思路呢 首先啊 它呢 要对这个数据系统的工作负荷 Worker Law的 进行一些特征化 这个工作负荷 我们大家知道 就这个DBMS啊 工作支持业务 到底什么个工作负荷呢 怎么表示工作负荷呢 这有两种思路 有一种的话呢 就是啊 这个数据系统啊 处理了哪些SQL语句的流程 是吧 比如这一个select的语句啊 一个update语句啊 一个select的语句啊 这个级别的 就SQL语句级别的 这个的话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呢 这个SQL语句里面 带着很多应用层的语义信息啊 所以呢 用这个SQL语句的话呢 可以进行更多的工作 比如我进行啊 自动进行数据库的物理试剂 是吧 自动的键索引啊 自动的键 Metrolar的View啊 自动的数据partition啊 是这样的东西 好 还有一种表示负荷的方法啊 完全撇开这个应用层面的SQL语句 这个是怎么表示这个Worker Law的呀 它有种方法 它说啊 这个工作负荷 由内部的运行动量 Metrics来表示的 也就是说系统内部的运行动量 比如说 哎 系统啊 它有很多这个动量啊 比如说 读这个数据库页面的次数啊 写这个页面的次数啊 这个事物等待这个资源的时间呀 还有这个buff的这个命中列 等等等等东西 用这东西来表示的 这个好理解吗 有点不好理解的 但是其实可以打个比方的 就好像是建筑工地上面啊 我们要衡量一个工人 他的工作负荷 是不是啊 一种衡量方法就是啊 他挖了几个坑 搬了几块砖 刷了几面墙 这很好理解吗 这就是工作负荷是这样的 是吧 还有一种方式 我不是这样衡量的 我儿子 我怎么能衡量呢 我是来测他的血压 连他的心跳 是不是啊 连他的出汗指数 然后呢 甚至啊 是测量他的上线皮质结素 这个是反映一个人的紧张程度的 对吧 通过测量这些指标 我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工作努力不努力 到他工作负荷好不好 对不对 这是可以的嘛 而且这个的话是撇开应用的 这个挺好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两种工作负荷表现方法 后面一种工作负荷 其实啊 更加有利于机器学习 更加能够快速地收敛 对吧 但是当然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呢 他比较敏感 对环境比较敏感 对不对 就好像是一个人心跳 不一定他很努力 很可能是一个女神 从他眼前飘过 是不是啊 这个就有点失误了嘛 对不对 但是无论怎么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两类方法 OK 然后呢 他是用这个内部运行 度量来刻画这个workload的 然后接下去的话呢 他就综合利用了很多机器学习的方法 首先 他是通过一个叫FA的数据分析方法 叫做因子分解的方法 进行降维工作 因为啊 系统内部的度量 可能有比如说有上百个度量啊 一个上百维的一个向量 是个高维向量 高维向量的处理啊 是个灾难性的事情 所以要对它进行降维 通过降维之后啊 其实就是把这个度量啊 表示成一个向量的形式 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指标啊 这个度量指标削减90% 能够找出它的关键指标是 也就是10%左右吧 对吧 就好像衡量一个建筑工地上的人的指标 心跳啊 血压啊 身上线皮疾就够了 是不是啊 其他的 不容管啊 对吧 10%的指标可以弄掉 然后再有一个机器学习的方法呢 叫做K-means cluster 是一种啊 聚类的方法 有这么多的那个度量 是不是啊 它通过聚类啊 把它聚成好几类 也就比如七八类吧 其实很多指标的话 反映的是同样一个事 它聚类之后的话呢 然后再选这个聚类中心的那个指标 作为代表 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就是抓住了本质了 对吧 好 这是一个机器学习的方法 在后面的话呢 就是Nobel 这个是叫做 Gestle 在数据系统里不是有很多按钮吗 是吧 有上百个按钮吗 这么多的按钮 我怎么知道哪些按钮是关键的呢 它又通过一种叫做 Lusso的这个一个数据分析方法 能够把最关键的按钮啊 把按钮的重要性啊 从高到低排下去 选出最关键的一些按钮来 好 通过这两步的话 大家看到 找出了最关键的指标 内部的度量指标 又找出了最关键的按钮来 是吧 然后的话呢 其实这个过程 其实是要通过不断地学习的 这时候啊 DBA是会发挥很大作用的 DBA啊 训练这个数据国系统 是吧 让它一次次的调游 一次次的那个进行配置啊 产生很多数据 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里的话呢 它就把这个 系统的度量和这个按钮 和包括那个性能啊 它作为历史性一些 都放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然后的话呢 在系统真正运行的时候啊 它这个工作负荷来了 是吧 诶 然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工作负荷 和历史上面的 相似的工作负荷进行匹配 找到最相似的工作负荷来 是吧 然后的话呢 这个工作负荷 在什么配置之下 它的运行性能是最好的 对吧 这里的话呢 诶 就可以为这个 动态的 系统配置参数啊 提供这个依据了 基本上是这样的思路 那么这个工作的话 是2017年的工作 最新的 是发表的SIGModel 这是数据库领域最重要的 两个会之一的SIGModel上面的 这是最新的一个研究进展 OK 好 在下面一个工作的话 也是卡德基迷隆大学的 也是同一个团队的 是另外一个工作 叫做他们这个系统 叫Parrot 这个系统的话呢 和那个不一样 这个系统的话呢 你看啊 看论文的题目 就真正就是 SIGMED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发表在CIDR2017上面的 所以我说 它的发布时间 比Otica确实是要早一点 肯定的是 自动驾驶的 系统啊 那么这个思路和不一样 这个思路可以这么说吧 它是更加 接近于这个 自主数据库的 这个要求的 为什么呢 它这个Parrot 这个系统啊 它的目标啊 就是要支持 事物型应用 和分析型应用的 混合的工作模式 那么这些的话呢 我们知道 事物型的应用是 这个表啊 按照行来 存放比较好 分析型的应用呢 是按照列比较好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Parrot 系统 它怎么做这个事的话呢 它就提出了一种啊 按照片来存放 你可以想象到一个 关系的一个表格 是不是啊 它是按照一片片来存放的 它是根据你这个工作负荷啊 如果是事物型的应用 它这个Pen就退化成行了 如果是纯粹的分析应用 它Pen就退化成列了 对不对 中间的应用 它就是Pen来的 这时候的话呢 这个数据系统的 这个适应性啊 就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吧 所以它这个系统啊 其实是针对这个目标来的 那么这里的话呢 它这个处理方法啊 又不一样了 所以这里挺有意思啊 这里面的话 同样有个问题啊 怎么来表示 这个系统的工作负荷呀 这挺有意思 上面一个工作是 它用内部的度量 是不是啊 心跳啊 什么血压来表示的 而这个的话呢 它真正是用 你搬了多少砖 刷了多少墙 挖了几个坑来表示的 它是通过 SQL语句的序列 作为它的工作负荷的 当然了 这个SQL语句的话 它是附带上了 运行时候的 比如系统的一些profile的 就是系统的一些 CPU利用率啊 是不是啊 还有那些数据库系统的 那个数据访问的 这个效率啊 等等这样来的 它通过这个来分析的 这是一个东西 然后呢 它同样也有 Workload classification 其实也是cluster 也是会把工作负荷 进行聚累分析的 这里的话呢 就是啊 它这个系统里面 它的工作负荷的话呢 细化到 每一个单独语句 每一个单独的SQL语句啊 插线语句是一个单独的 工作负荷的单元 然后呢 对它呢 进行一些特征化 这个怎么特征化呢 因为SQL语句 select from where globe by heaven by 这个东西 怎么的 是吧 但是好在 数据系统内部的 这个SQL语句 它是有内部的执行计划的 它内部执行计划 可以表示成一棵树 这个树的话 就是一种执行的次序 它把这个树的结构 可以把它限量化 限量化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进行 聚累分析了 所以它还是通过 一个距离分析的事情 那么这个工作 和上面一个工作 一个很大的不同的话呢 它有进了一步 它有预测的功能 那么预测的功能的话呢 它用到了一个RNN 就是啊 是深度神经网络 是一个循环 深度神经网络 它可以有预测功能的 是这个中间的 最下面这一块 大家看 像一个网络一样的形状 这里呢 用到了深度学习的 这些特征了 它是也就是 对这个工作负荷 进行一些预测 然后再到下一个模块的话呢 就是根据这种工作负荷 它采用了一个 叫做RHCM的 一个控制论里面的 叫做滚动食欲控制的方法 来 针对这个工作负荷来推荐 来生成下一个配置的 这么一个建议 是这样子 然后可以 做到自动执行 是这么一个工作 这是学术界的一些进展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Panelton的话 我认为它是发表了一个原型 它是个原型 它这个Panelton是个开源的东西 有兴趣可以去看 但是它开源里面的话呢 其实的话就是啊 这个自主性这一块 是没有的 可见 这个事情是相当难的 对不对 传统的是有的 但是这个autonomous 这块是没有的 因为这个事情 说老实话 是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是比较难的事情 那么后面的话呢 我再来讲一下 这个 就是这个 基于机器学习的 这个ADMS 它面临着哪些挑战的话呢 时间关系 我讲得快点 一个就是啊 这个ADMS 必须要有很强的 自我意识的能力 自我意识是表现在 它对这个系统的目标是什么 比如它的延迟啊 它的能耗啊 它的surface level agreement 它要有很好的理解 这是自我意识 还有一个意识就是环境意识 它是运行在什么环境之下的 是吧 这里包括啊 CPU运营的缓程啊 是吧 存储是非意识内层的 还是意识内层的呀 计算 GPU 网络 RDMA 这个肯定要有很强的意识的 还有一个意识的话呢 通常是被货略的 这个啊 我借来叫做 认知科学里面借来 引用一下 叫做自身认知 就是啊 这个DBMS 必须对它自身认行的 各个组件 要有 它的运行状况 必须要有很好的认识的 这个自身认知 来自认知心理学领域 是吧 这个时间关系 我不都展开了 OK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自主数学系统内 强化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强化学习 我们知道 机器学习啊 有监督的学习 非监督的学习 还有强化学习 监督的学习 就好像是教小朋友认识 给他一个猫的 土别这只猫 给他一个狗的图片 这是狗 小孩子就是认识了 什么是狗 什么是猫 是不是 然后非监督的学习 就是给他一个 对狗和猫的图片 他自己可以分类 这一片都是狗的照片 这类都是猫的照片 是不是 认知 这个强化学习的话呢 是一个叫做智能体啊 在这环境中的学习 它是这样的 智能体通常有一些动作 可以注重于环境的 然后这个环境的话呢 在这个动作注重之下 它可以产生新的环境 并且呢 会有一个奖励的回馈 回馈给这个agent 然后这个智能体呢 又在这个新的状态 和奖励之下的话呢 又去决定新的动作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强化学习 要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策略 就是学的是什么 就是我在这种状态之下 采用什么动作是最好的 对吧 当然它可能是个概率 是不是 有好多种可能性 我们知道 现在那个谷歌的 Depal Mind的那个 阿发狗 就是那个围棋 很厉害的那个程序 是吧 它就是用了这个强化学习 当然它是用的是 深度强化学习的方法 那么这个强化学习的话呢 在数据库领域里面 其实已经有了一些研究 用在这个自动的 查询优化 物理设计 还有呢 系统背质称 都已经有了一些零星的 针对某一方面的研究工作 已经有了 还有的话呢 就是迁移学习的重要性 因为你一个数据库在运行啊 因为基于机器学习的 制度数据的话 是要有很多的训练数据的 大数据 是吧 要有很强的那个 计算能力的 对不对 那么在一个部署里面的话 往往是 这个是 比较 挑战性的事情 那么天一学习就是说 我在这个领域里面 学习到的东西啊 这个模型啊 可以快速地运用 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 可以很方便地运用起来 比如吧 分辨这个狗的 这么个神经网络啊 我可以马上用来训练 它分辨猫 为什么 前面很多层啊 都是一样的 都是对头像的这些 特征的 足迹的抽取 只是到最后的几层啊 是不一样的 猫和狗毕竟不一样嘛 是吧 但是如果把训练猫的手续 拿来训练狗的话 那这个就很快 是吧 那么我想在这里面啊 数据库管理系统里面啊 轻易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这里面比罗吧 是吧 同样一套奥利卡的 是吧 是不是啊 部署在你这里 部署在他那里 部署在他那里 是不是啊 我觉得部署在你这里的 这里 呃 这个环境 也许是工作负荷啊 和你这边的工作负荷 是很相似的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你这边的训练的模型 完全可以用在他那边的 对吧 当然老 这里需要有一个 经验与知识共享的机制 是吧 这是我随便想的 是吧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一下 比如你这个领域里面的 这个训练的结果啊 我可以发布在这个平台里面 是吧 我觉得因为这个工作负荷和我很像嘛 我把它拿过来 用在我这里面 对不对 这是可能的事情 现在其实在深度学习里面 已经有这样做了 对吧 我把训练狗的这个深度神经网络 上载到网上面 然后人家拿去训练包了 就这样 还有的话呢 在这个自主数据库系统里面啊 综合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是非常重要的 单一的技术都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所以的话要综合多种机体学习方法 那么这里面的话 我觉得这个很有挑战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要综合人类的知识 和综合深度神经网络的知识 人类的知识 是用符号来表示 是用规则来表示的 是不是啊 但是的话呢 深度神经网络 是通过神经网络隐含地表示的 这两种方法怎么结合啊 这个是我认为是人工智能 任何一个应用啊 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当然一个简单的综合策略 是可以用啊 叫做一种集成学习的方法 是吧 比如用人类知识分类的结果 和用深度神经网络分类的结果 是吧 大家图个票 看谁 是不是啊 得票率高嘛 这个也是一种 比较松散偶合的结合 对吧 那么更加细致的结合 深历度的结合的话呢 这个是需要 可以值得进一步考虑的 好 最后 DBA的角色变换的问题 是不是啊 因为这个 Rolly Allison的话也提到了 是吧 他说我现在是自主数据库了嘛 但是呢 他为这个DBA想了个出路 是不是啊 什么出路 他说啊 你们可以更多的关注 网络安全问题 可以更多的关注 business的问题 我表示同意的 没错 但是我可以想 说了 在这里面 其实DBA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 就是DBA啊 作为这个自主数据库系统的Mental Mental这个词很好啊 就是导师 知道吗 你DBA可以上升为导师的 对吧 试试试试试是个师生关系 就是一个裁判员和一个教练员的关系 是不是啊 你想想看 那些游泳的运动员 在这水池里游的多欢快啊 那个教练员在案上 看上去很骆骆寡欢的样子 是不是啊 但是其实他是训练这个运动员的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种关系是我认为啊 在自主数据库时代 是一个 积极的一种 人际关系 是不是啊 当然了 作为mentor 不会要那么多的呀 对不对 是不是啊 不会要那么多的呀 总是少部分作为mentor 那么大多数人的话呢 还是要卷型的 这没问题啊 是吧 怎么说 人生有意义的事情很多嘛 何必一定要做DBA呢 对不对 谢谢大家 说实话 在孙教授讲完之后 上来是非常有压力的 幸好我不是上来要讲的人 刚才我在台下 跟我们后面两位同学聊了一下 说你们还要讲吗 他们觉得可能还得再讲一下 是吧 我觉得今天是 真的是非常荣幸 然后刚才我听的时候 我有点感觉 就工作这么多年之后 又有一点回到大学校园那种感觉 但是 应该是我们在当时读大学的时候 应该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 去听一堂课过 而且能够更深入地 带着我们自己的工作 去理解这些东西 我觉得肯定是 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 所以说今天能邀请孙教授过来 跟我们讲这一堂课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荣幸 然后我是觉得 得再给孙教授一个掌声 顺便做个广告 就是孙教授刚才说到Peloton Peloton就是CMU的数据库嘛 然后里面一个研发 一个博士后就在我们团队 然后那接下来呢是这样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就是孙教授之后 还得有人硬的头皮要上了 接下来是我们 来自我们团队的曲山同学 然后为大家带来 就是我们这边 在过去一到两年内 我们在探索高性能 低成本的资源的存储引擎 然后我们的思路 我们的理念 和我们达成的效果 和我们在这里面 用到了一些什么样的 一些关键的技术 好 欢迎曲山 大家好 我这一趟是要讲 我们最近一年 在做的一个 叫做X-Engine的存储引擎 然后首先 刚才孙教授的演讲 太精彩了 我在上面听到 我都忘了我还有个演讲 没关系 我还是得硬着头皮讲一讲 然后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哎呦 没有 昨天我在放PPT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我发现我们团队这些 星际波 你们都有一页 PPT专门介绍自己 我没有 我居然 然后现在现场加 发现加不来了 哎呀 我说算了吧 你看孙教授就不搞这一套 我就向孙教授学习 低调谦讯 虽然学不来博学 是吧 我是那个 我们那个整个 就是数据库内核团队的 现在目前在负责做这个存储引擎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 其实我们做这个XEngine呢 其实刚刚开始 我们刚刚才release的1.0 然后很多我们设想中的一些东西呢 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落地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座Token呢 其实是可以给大家show一下 我们对整个存储引擎远期的一些 包括规划 我们未来会往哪些方向走 对 就是整个会分为这么几个部分 就是首先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一个存储引擎 然后我们会讲我们整个做的这个存储引擎 叫做XEngine 它的一个架构 它的一个里面的一些关键的技术点 就是我们在哪些方面做的一些 我们认为是有一些创新的一些东西 一些点 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未来要去的一个方向 对 再说为什么要做一个新的存储引擎上呢 就是有一个就是前一阵 我是去了那个在茉莉黑开的那个VLDB 当时VLDB大家都知道是数据库的一个顶级会议 然后这里面的人呢 其实来自于有两个部分的人 一部分是那个可以称为学术界的 就是说很多的传统的高校啊 还有包括一些公司的一些research的部门 像在威尔文研究院这些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说它是来自于工业界的 像我们这些人 对吧 就是很多公司的一些专门在这儿 苦苦马带马的这些人 这两个人呢 其实它的paper其实也是这两部分人都有的 也有来自学界的paper 也有来自那个industry的paper 然后我会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说学界的人呢 他们感兴趣的方向呢 他们比较集中在那个数据库的新的一些方向 就是我们认为就是扩展的 或者是外缘的一些方向 比如说像数据集成啊 做那个上面做一些投算法啊 数据可视化呀 或者是那个近似计算呀 很多这样的一些比较新的方向 我比较理解啊 可能是因为这些方向比较容易出成果 能好发paper对吧 包括我们刚才那个孙教授讲这个marchment link 这些比较高大上的东西啊 那个是我们学界的那个 比较关注的一些兴趣点 但是我们这些来自工业界的人呢 我们反而比较关注传统数据库 关系数据库RDBS的这些传统的这些技术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去调性能啊 我们要去那个 双十一来了以后 我们在趴在那儿告诉你说 这个性能抖了你怎么办 你哼哧哼哧去调参数 对吧 我们干的工作主要是要调参数 现在调参数的事马上都没得干了 据说 那个 所以我们能干什么呢 Intel推的人也不会说作业在弊对不对 我们要做一些事情 我们要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创造更多的参数 让他们调 对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新的存储引擎 不是这个 主要不是这个 其实 因为现在工业界的人呢 其实有一个概念 比较 比较的火 也就是最近几年大家都在说的一个东西叫 New Seqo 对吧 New Seqo其实是 No Seqo 我们认为是No Seqo和 那个传统RDBMS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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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 对 大家现在发现 我们离不开Seqo了 我们原来有一点 No Seqo很火的时候 我们认为 可以把那个 RDBMS 就可以抛弃掉了 我们不需要那些东西 后来搞了一圈发现不行 对 所以我认为New Seqo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除了Seqo 我们继承下来 其他都是New 就是新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很新的东西 但其实不是全新的 对不对 大家知道不可能 数据库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 不可能每个部分 我们都全部推导重来 我们不继承原来的一些 有用的东西 对不对 肯定是 我们是在原来的一些 技术上去继承 去发展 对 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 为什么 就是说 要做一个 全新的一个存储引擎 因为存储引擎 其实在database里面 在关系数据库里面 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的那么一趴 数据库我们简单划分两层 一个就是Seqo层 一个是database层 对吧 那我们 其实数据库 要下决心去开发一个 新的存储引擎 并不那么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的投入会非常的大 它本身又比较复杂 然后对整个数据库的 这个影响会非常大 正是因为它的影响非常大 尤其是对性能和成本的影响 会非常的关键 当然你也可以说 那Seqo的LP measure 是不是对性能影响非常关键 它也影响非常关键 但是如果你的底下的story engine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系统的话 你的LP measure即便再优化 再聪明 它也不可能跑出一个好的结果 对 所以说story engine 是一个非常基础的 它是负责你怎么样走着数据 怎么样去提高性能的一个基础 对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要去做一个新的存储引擎呢 就是原来的存储引擎是怎么样子呢 为什么它会去不太满足我们现在的一些需求呢 我们考虑到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说 硬件的变化是非常的大的 也就是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我们传统的三大件 CPU storage和memory 对吧 然后我们要做分布式 BGN设计到network 首先说传统的三大件 分开来讲CPU CPU现在都是在多核的这个时代 Maticode的这个时代 那核件数量越来越多 而且缓 它上面施加的一个CPU cache也是越来越快 举个例子来讲 CPU从像英特尔CPU 它从那个里哈姆那个架构 然后发展到Sandy Bridge 然后Hasswell Broadwell 到最新我们现在全新的Skelet架构 它的那个带宽 就是总线带宽是越来越大 然后最重要是它的IPC 就是它的这个 IPC这个概念 因为大家如果去做那个系统软件开发 都会去碰到叫instruction per cycle 就是你一个CPU时钟周期 能够跑的指令数有多少条 大家可能认为就是说 这个不就一条吗 那实际不是这样的 就现代新型的CPU 它的那个超线程技术 能不能够利用到多核的 这个并行的这个能力 也就是你决定你这个系统性能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常见的database的engine 能够在那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硬件架构上 能跑到IPC 一般来说是0.5 0.6 这已经很不错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你一个cycle里面 实际上你是跑不了一条指令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要讲 理想状态下 什么叫理想状态呢 就是我们一个CPU的线程 我们如果没有任何的停顿 它都在跑那个指令 它在跑指令 它没有那些branch啊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跳转 没有那些比如说锁的那个store 这些东西 它是可以跑到4的 这个是我们实际验证的一个结果 但是为什么现在所有的程序 其实远远跑不到4的这个结果呢 是因为我们的系统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它在运行的过程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store 比如说你的程序发生了catch miss 对吧 你的数据并不在memory 并不在catch里面 而是在memory里面 你就得等 然后呢 你发生了一些条件的branch的跳转 你尽管CPU它有这种 比如说那个分支的预判 我可以先在你的instruction cache里面 把另外一个分支的 OK我的那个instruction的那些 那些都漏了到catch里面 然后可以发射出去 但是一旦发生这个预判的错误 你又要把整个流水坛冲刷掉 然后重新把这个新的这些 这个新的分支的流水线 把那个instruction给装载进来 还有一些mutex的一些锁啊 这些东西一旦遇到锁 你可能要陷入到那个核台 然后整个进程可能都要被挂起 整个执行线程要被挂起掉 再包括你的IO的 Story的IO的 还有Network的IO的 都会对你的整个程序 产生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停顿 所以你的程序 其实上是没有办法 把这个流水线跑满的 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我们要尽可能地去跑满 这也就要对我们整个 这个engine的这种开发人员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你怎么样去想尽办法 提高你的catch的这种命中率 是catch友好的一些 你的程序是catch友好的 然后你的程序尽可能地不去停顿 而是能流起来的 尽可能地减少对CPU这些 分支预判错误的这些流程 这个都是我们做开发人员 要重点考虑的一些问题 然后就Story Story这个东西呢 其实对数据库的影响非常大 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讲到Story Engine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我们原来的Story 传统的Story Engine 都是基于磁盘来开发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这种经典的技术 对吧 就是我们基于这种 比较脆的这种索引 然后一个一个固定的page 然后放在磁盘上 就是这个它整个的一个架构 不管你是按行的按捏存储的这些架构 其实都是基于这种磁盘 我们怎么样去优化IO来设计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磁盘 就是所谓的存储设备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包括我们SSD现在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一些 主流的存储设备了 它跟LED比起来的话 它的不管是在延时 还是LOPS上面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原来的一些机械磁盘 那更新的像3D插盘的这种戒指 和NAND flash的这种SSD又不太一样了 就是它又提升了很多的 把它latency和它的ILPS又提升了一个量级 包括你像SSD的话 NAND flash的这种一般来说 你可能一次写一次读 大概在几百个微秒 几百个微秒这个量级 几百个微秒 但是现在3D插盘的这种flash呢 如果是PCA接口的话 大概是在一百个微秒 或者是几十个微秒这个量级 然后最新的这种技术 把它插在那个DIMM口上 也就是我们内存的插槽上面的 这种3D插盘的flash 它可以完全和内存在一个量级 也就是几百个纳秒的这种量级 大家如果看过贵多那张图仔细看过的话 就会发现memory DRAM的latency 大概是在一百个纳秒 对 而我们的3D插盘的DIMM口的 是可以跑到几百个纳秒的 这个给我们一种可能 就是说什么呢 你有可能把这种存储直接当内存用 对 那这个也是现在很多的数据库场上 在走的一个方向 就上次在听讲座的时候呢 那个德国一个大学的那个教授 他就做了一个那个 就是说Hardware对整个数据库的一个影响 产生的影响就分这几个方面 比如CPU Storage和那个 Memory和Network 这几个方向 他认为像MVRAM 这个存储介质的出现 有可能对database需要发生一个 比较大的重构的 他认为这个是 可能对数据库的架构 产生一个颠覆性改变的 一个最可能的因素 对 然后Memory的话 它本身也是越来越大 然后它的价格会越来越便宜 但是Memory始终是有 它物理上是有限制的 它不可能能够到无穷大 但是它现在的体量已经足够大了 原来我们说 把Memory只能当成一种 Buffer Catch来用 在传统的database里面 肯定是在 当Buffer Catch来用的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 database呢 像Sephala这种 或者HStore这种database 他们其实是 把Memory当整个存储来用 就是我的所有的数据 是放在内存里面的 这就是所谓的内存数据库 内存数据库 大家就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说 把传统数据库 我们的那个 比如说像Oracle Mexico这种database 我只要内存足够大 我大到跟我的存储磁盘 容量相大 我们把所有的数据 都放在Buffer Catch里面 这个就叫做 内存数据库的呢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内存数据库和传统的 那个数据库 它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于它们的存储结构 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 传统的数据库 它们的内存 它们的存储结构 实际上还是基于 固定大小的配置的 我们所有的更新 还是往这个配置上 做implacement的 update的 但是内存数据库 其实不是 它存储的 可以我们认为 我们大学里面 学到那种数据结构 是那种 它里面是有 带有内存地址指针的 你不可能在磁盘上 放一个内存指针 因为每次你做 memory mapping的时候 它的内存地址都变掉了 你直接把磁盘 当做内存来用 就即便是MVRAM 你latency可以达到这个指标了 但是实际上 你是不行这么做的 你这么做的话 基本上你每次来以后 你原来那个数据结构 你比如说你在磁盘上 存一个B数 你如果B数里面 是一个指针 指到你的叶子节奖上去 但是你一旦 node进来以后 是不可以用的 所以这里面的设计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要做内存数据库 我们并不太会去用 就是在内存里面 还是存那些固定结构 那些叶 基本上不会去这么做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 cadermis 有很多的这种间接寻指 它对我的CPU的 流入线充满 其实是很不利的 所以说 现在的内存数据库 它跟我们传统的数据库 根本不是一回事 即便你的内存的容量 足够大 把所有的数据 都弄到内存里面 另外一个就是Network Network这块 本来就是说单机数据库 它其实跟网络的关系 并不那么大 你只有客户端和 Sever这个交互 但是实际上 我们现在的数据库 就是我们要讲的 这个Neosycle 都是分布式的数据库 也就是它对网络的 依赖性是非常高的 我们前面 我们江仪同学 给大家分享的 这个Xcluster 它其实上是一个跨域的 它对这种 机房间的这种网络 它也有相当高的要求 更不用说 它是同城的这种机房 就是我们现在网络 发展的也是非常的快 早期的话 我们可能ArcoRack里面 有那种InfinBand 这种高性能网络 我们现在有 像我们新建的机房里面 有RDMA这种 硬件的这种高性能网络 然后它网络现在带宽 已经大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已经跟内存的带宽相当 所以说原来的那些瓶颈 我们觉得是因为瓶颈的 网络IO的瓶颈 瓷盘IO的瓶颈 我们的那个 内存反弯的瓶颈 现在原来传统的数据库 肯定是IO是瓶颈 对 但现在其实它的瓶颈的方向 已经变了 就是什么呢 就我可能我的软件 能不能scale到 Matico上是一个瓶颈 我的那个 就是说我的那个数据 能不能够就更好的去适应我的缓存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呢 我的Network 现在已经带宽非常的够 然后那个我能不能够去 利用到这么宽的带宽 就是它现在Network 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我是不是说 我要把我的整个的软件架构 重新设计掉 才能够做这样一个分布系统 才能够把我的整体的性能提上去 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因为整个的矛盾已经变了 所以说 但是呢 我们的软件站 就是我们整个database的架构 其实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右边这幅 那个Performance的一个柄图 实际上是说一个database 它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正常的 就是说比较常见的一些workload上面 它的一个每一部分 所消耗的一个性能 就是它的占的百分比 对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use for work 就是真正有用的工作 占的比例非常的小 只占百分之四 其他的事情都在干什么 Locken你看占了百分之二十四 Recurray百分之二十四 Letch Letching和Locken 大家都知道 就在数据库里面 一个是那个数据上面的 数据结构上面的付出所 一个是我们基于MVCC 要加了一些数据 那另外BufferPoke 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些停顿 它其实是我前面已经讲了一些了 就是说其实整个 我们这个体系架构上面说 你站在真正做有用工作 也就是我处理你的请求 比如说我做Cycle的Parser 做计划的JBO的 然后我真正去scan这些数据 然后做一些计算 这些工作其实占的CPU是非常非常少的 大部分工作都放在 都已经消耗在这些无谓的锁冲突 缓存冲突 缓存失效 或上下完的context switch 以及一些非常复杂的 它也会带来这样一些问题的 这些无谓的消耗里面了 所以说我们做一个存储引擎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为了来减少这些冲突 消除这些瓶颈 把我们真正的这个CPU的那些宝贵的那些cycle 都放在有用的工作上面来 也就是我们把Yosif Work 占的比例要扩大 这个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前提 OK 那我们这个新的存储引擎 就是X Engine 它的一个设计理念是什么呢 其实刚才也就是一直有讲到的这些 对吧 就是我们这里面的好多的技术呢 其实都是围绕这个目的去做的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那个清凉级的这种lock 对吧 然后我们设计的 在内存里面设计的很多的结构 都是那个lock free的 然后是一些缓存友好的这些 Data structures 对 这个具体怎么设计呢 有很多很多的去paper去讲它 对不对 因为lock free的这个设计结构 其实设计起来比较难 而且很容易出错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 lock on 平方控制 这里面每个点 可能我后面会想起展开去讲 有一些 然后就做一部处理 就是我们系统中 其实一个直系路径下来 你可能在CPU里面run一会儿 然后你就碰到了一个锁 你叫切换出去 或者线到内核态 然后你碰到了一个IO操作 你要去等磁盘给你把那个数据返回来 就那你这等待这些过程中 你能不能干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把整个架构设计成一部话的 这样你的整个的 你的naked thread 可以跑很多很多其他的工作 然后不用在那 线在那去等它的一些操作 然后是我们在 降低存储成本方面 我们做一些能量数据的分存 利用混合存储 包括存储存储格式 包括我们的混合存储介质 去提高我们 建立我们整体的一个成本 然后提高整体的存储效率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充分地去 去利用一些新的硬件能力 这个也是目前很热的一个点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ego计算设备 我们的CPU 其实我们目前来讲 它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瓶颈了 就我们的CPU它的计算任务太大太多 它已经不能完全地去做用户的这些 完全用来去做用户请求的一些处理了 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一些新的ego计算设备 比如说GPU或者FPGA 去offloadingCPU的一些工作 然后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利用 最新的一些存储技术 比如说NVRAM 现在很多的厂商也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做一些探索性的工作 怎么样去在NVRAM上 我们去架构我们的存储引擎 让它变成一个能够充分地去发挥 NVRAM的它的一个能力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的 一个database的这样一个system 它本身它更像一个什么的 它更像一个上下打通的 就是类似于一体机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我们database基本上会自成体系 就是说它本身是一个 它可以接管OS的一部分工作 它对比如说我们整个操作系统 它自己去做一些现成的调度 对吧 它自己做一些IAO的schedule 它必须要做这样的 做一些资源的隔离 这些事情其实database本身都需要去管 为什么它自己去管它比操作系统 作为Jellery Purpose的这种操作系统 它是更有效的 所以我们想象的话 就是说未来的我们的database 可能是这样一个上下打通的 这样一个一体化的 一个内似于操作系统的database 我就是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上面就跑一个database 它跑一个非常轻量级的操作系统 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我们想象 那我们基于这么多设计理念 就是我们也验证了 我们的一些想法 尽管我们现在目前 并不是说是一个最终的形态 我们做了一些case的测试 这个是一个Sysbench的insert的一个测试 对 这个是满载的时候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压力加满 到它没有办法再往上加压 我们对比了MySQL 它的最经典的InnoDB引擎和AliSQL 就是我们对MySQL做的一个分支 做的很多performance的改进 然后用我们的XEngine 对 这样做了一个对比 它的一个CPU的利用率 大家看红色的部分是usage 就是CPU我们可以跑到95% 就基本上跑满 然后InnoDB你无论怎么去压 这还是我们把配置都已经 已经调参数的这活 我们已经干得非常棒了 就是它只能跑到35 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 然后的话它的整个的一个使用效率 这个使用效率怎么算出来的 就是线程数乘那个我们的这个 它的那个 不知道 那个 这个 这个 上面的这个字啊 就是我们的Copies 那边 TPS 对 65万 然后MySQL 5.7这个它是11万 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一个 Nearth 4核的那个机器上跑的一个效果 对 然后左边的这个蓝色的部分呢 是指它单核能够处理的一个 一个性能 对 我们的单核的利用率 也就是说我们同样的CPU 在一个线程上去跑的话 它能处理的也是MySQL的三倍 这样一个一个效果 对 也就是无论对CPU的利用来说 还是单个CPU 我们能将它发挥的性能来说 我们都是远远地超过了 现有的这样一个存储引擎的 OK 后来我们会去解释 去Figure out 为什么就是我们能够做到这些事情 这是目前的一个结果 然后是一个存储成本的一个对比 因为存储引擎无非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的TPS和LQPS 对吧 我们的性能 第二个是我们的存储成本 对 存储成本呢 我们也跟那个MySQL的不压缩 和它用Zlib压缩 两种方式都做了对比 我们大概是不压缩的 这个四分之一这么一个情况 大概是用Zlib压缩的一半 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我们现在存储能够节省一半的成本 这个是用两类数据 一个是Linkbench导入的数据 一个是我们阿里巴巴的整个交易系统 线上的真实的数据 导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 对 当然XEngine也是用了压缩算法的 用的也是Zlib压缩 OK 那下面的话我就开始介绍 就是说我们整个XEngine的一个设计 它的一个架构 首先XEngine的一个目标呢 其实很简单 其实互联网的数据库啊 它的目的是更快更强和更少 它并不是要功能更丰富 就是现在的数据库 RDBS的功能 SQL的表达能力已经非常强了 就是我们想说在功能上想去超过它 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们整个的需求不在这方面 对吧 我们的整个需求呢 其实很简单 要说XEngine要做的目标很简单 你要一个产品进行过来提需求 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给你两个需求 对吧 一个是我们想 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 10倍的MySQL的写入性能 什么情况呢 就是MySQL现在在我们的 NearSQL机器上跑到10万的TPS 我们想要跑到百万的TPS 对 百万机TPS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指标 是什么呢 是我们目前主流的 很多的内层数据库 优化的比较好的 像MemberSQL 像那个 像QVM他们团队做的那个 SelaDB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SelaDB那也是一个非常 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Database 能做到的这样一个指标 百万的 百万级的TPS MemberSQL他们是做在 他们是为那种 那个交易所的这种 那个实质交易 打造的这种 这种系统 然后呢 我们同时要做到 买SQL十分之一的存储成本 也就是说 我们 既要 高性能 又要低成本 对 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 一个指标 然后我们买引擎呢 X-Engine呢 不好意思 我们的这个差异说太多了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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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总体的 overview的一个存储架构 是 是这样一个样子啊 就是 它和传统的 存储引擎的 架构会非常的不一样 大家如果 比较熟悉 那个 SM-TRAID架构的话 可能 会觉得我们这个 跟SM-TRAID架构 会比较内似啊 有点内似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的不同 我们确实借鉴了 SM-TRAID的一个架构 就是我们整个写 并不是那种 原地更新 而是 把它转成了顺序写 就是append-only的这种架构 就所有的写都会进到 Write-table Memorable-table的 这样一个 内存表里面 然后这个内存表呢 它会定期的 会定期的 动结 然后把它 变成 Re-only的 一个Memorable-table 那这个Memorable-table 到了一定的阶段呢 我们会控制一些策略 会把它flash 或者叫compact 到我们底下的 存储设备上的 这个 存储 引擎上面 对 这里面有两部分啊 就是我们整个的 一个思想呢 是 把我们所有 存储的数据 把它做成一个 放在混合 存储介质上面的 一个结构 也就是说我们 data file那块呢 它其实是有 很多很多的data file 而且它的data file的 那个格式 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分层的 也就分什么样的层呢 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 存储介质有很多的层 有sdd的 有sd的 有m的 还有flash的 这些 就是它这么多的层呢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整个的存储的 这些文件 数据文件 它也是分层分到 对应到的 这些介质上 我们会根据 不同的介质 然后我们采用 不同的格式 不同的压缩算法 不同的那个 存储格式 比如说一些 混合存储格式 去尽可能的 去匹配到 这些存储介质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数据 尤其是像 阿里这么庞大体样的 这个数据 它是有非常明显的 这个数据的热点的 所以说我们会对数据 依据什么样去分层呢 依据数据的冷热的 访问的冷热程度 去分层 也就是更冷的一些数据 我们会把它放到 更慢的一些存储介质上 然后采用更高压缩率的 一些方式来去存储 然后我们 那个 更热的一些数据 我们会放在 更快的一些存储设备上 对 我前面铺垫的太多 我后面得快点 然后我们写的 Memory Table呢 本身 还要 因为要做recovery 我们还会去写 它readlogs 这个里面和 传统数据库又不太 因为传统数据库 大家都知道 做了配置上面 implacement更新 它必须选underlog 然后用readview去判断 它的可见性 它要利用underlog去 读到它的历史版本 对吧 我们并不是这样 我们所有的新的数据 都是在 都基于commit序 去取交到我们的 内存表里面 然后写一条readlog 仅仅写一条readlog 而readlog这个东西 本身是不读的 我们的 我们的数据 总是最新的数据 只不过它是有多 它会存多个版本 我们的历史数据呢 其实是去在多版本里面 去根据那个 我们的整个的 那个commit这个序 去判断它的可见性的 就是它整个的这个 设计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整个事物的 这样一个设计 要比原来的 基于ontolog的这种 可见性判断 要简单很多 另外我们再说回到 我们这个data file data file其实两部分 就是刚才我们分层以后呢 它的整个的 我们每一层文件里面 是把它基于一个 那个固定大小去做划分 但是每一层里面 它的这个大小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固定大小的划分呢 叫做extent 就怎么样去划分呢 其实是数据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数据 是排序的 就是primicate的一个排序 然后我们会按range 就是数据的一个 物理的一个范围 去划分 划分完了以后呢 每一个范围会存到 我们叫做extent的一个 这样一个存储的结构里面 对 那具体这个extent 它怎么样去读取呢 那我们设计了一层 那个索引结构 这一层分离的索引结构 这也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这个数据的存放 是非常灵活的 我们的数据非常 数据有多层 然后多层之间呢 它会根据数据的 访问的冷热程度 去做数据交换 这也就意味着说 数据做了交换 但是我们的索引 只需要重新指一下 你就可以去访问到 你新的一个数据上面来了 另外整个这个 索引结构呢 实际上跟我们 整个存数据的那个结构呢 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 它本身也是一个 memortable 叫做meta-memortable 对 我们也是以 这种行的形式 存到这里面来 所以我们整个对 index的这个change 它本身 也跟memortable一样 且对应的readlog 我们叫做 interchange log 或者叫manifest log 对 它会定期于做一些sharepoint 用于加快它的那个 recovery的一个速度 那这个架构来讲的话 就是说 我们 大家如果熟悉 L3Trade架构 会觉得我们的架构 跟L3Trade架构 其实有点像 传统L3Trade架构 其实 比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说 它是 它也分层 它是叫做nevelin nevelin 有的一般来讲 它会分个六七层 这样子 对不对 它的一个做法呢 是说 我们每一个最新的 最热的数据 在memortable的数据 我们flash到nevelin 然后nevelin 会一层一层的 往下去做compaction 做compaction呢 为什么要做compaction呢 因为我们的数据 是存多版本的 我们必须有 回收这样的机制 然后就是你 每次刷的这些文件 它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的话 你的整个的查询速度 会非常的慢 越来越慢 所以我们必须要 把这些数据 把它的一些 历史版本回收掉 然后尽可能地 减少它的层数 减少它的文件体积 每一层的 然后它这里面 传统的sm tree结构的话 基本上是说 它每一个nevel 都有一个放大的系数 也就是说 我们的每一个nevel 它的存到一定的体积以后 它会往下去做compaction 一直到最后的一层 那每一层 基本上是下一层的十分之一 这个是一个传统的 lsm tree的一个结构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它有一个假设 也就是说什么呢 越处于上面的层 它的数据是越热的 大家可以想象 对不对 因为你的数据 是由上往下走的 一旦你合到下面 数据它是一个冷数据 这个假设 其实在很多时候 是比较合理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新写的数据 其实都是你要读的那些数据 这对很多应用来讲 都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没有去完全 采用这样的架构 而是采用这样一个架构 是怎么样子呢 我们在逻辑上 其实只分了两层 一层nevo1和一层nevo0 但是nevo1本身是一个 基于冷热数据的 分层的架构 我们对于数据的冷热的观点 我们认可前面那一个观点 但是我们做得更精确 我们是基于实时的统计的 对 它会更精确 另外一个呢 我们减少这个逻辑的层次 有利于我们做query的优化 因为原来的那种 上面这个结构来讲的话 你如果在上面做读 如果是做单条的查询还好 因为你在上面 有它是热的数据 你命中了 你下面的数据不用读了 但是如果你做scan的话 你是免必要把所有的层数 都读一遍的 就是你必须要去做merge 而我们这种架构的层数非常的少 对我们在做merge的 querymerge的时候的代价 会要比那个更少 第二个是我们对 冷热数据的分层 代价更精细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有extent的结构 这个就要说到 我们对于compaction做的优化 这个是我们下一趴的一个内容 OK 那回头 下面我们再接着讲 那个xengine 它里面的一些关键的技术点 就是怎么样去做 提高它的性能 怎么样去降低它的成本 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写的逻辑的一个处理 具体的思想是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借鉴了 CPU pipeline的一些处理技术 就是我们把写也做成流水线 大家都知道 数据库里面的写 其实非常复杂的 它包含了很多的过程 比如说你要先去 那个做那个 copy那个日志 你去把那个radio号log 去放在logbuffer里面 然后你要把logbuffer 刷到磁盘上 那这个事物算是提交了 对吧 然后呢你会去 appline到你的内存里面 不管是你的page 还是你的memory table 最后呢你才能够做commit 提交这个事物 然后response给你的clan 这是这个过程呢 其实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尤其是你在做flash log的时候 你实际上是需要等的 因为磁盘 flash它会占用很多的时间 然后你比如说 你后面在做commit 然后给回报的时候 你也是需要等的 就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停顿 然后你的线程 你如果一个work thread 去执行这样一个transaction的话 你不可避免的 要在里面做很多的 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等待 对吧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实际上是说 把这种所有的write 我们分了多个任务对面 为什么要分多个任务对面呢 这边涉及到 其实很多database 都会用到的一个技术 就是group commit 就是你如果一个线程 一次只处理一个事物 大家都知道 事物要有保持它的 这个isolation的这个语意 然后呢 又要保证这个外部的一致性 就是说你的事物提交了 你才能返回个用户 用户下面的所有的读物 你都能看见这个新的事物 对吧 你要保证这个语意 然后你就必须的 把这个事物按顺序 要serializability的这个语意 那去执行 那显然你一个work thread 去执行一个事物的话 你的性能会非常的低 那一般来讲 所有的database都会采用一个 所谓的group commit的技术 就是说 因为flash 你如果只写一个事物 然后就flash一条日志 readheadlog readlog 那你这个性能就不用看了 所以我们会收集一批事物 是一批事物 然后呢 一次性地把它flash到词盘上 然后呢 会再挨个地把它那个 response给客户端 这是批量起交技术 但是光光group commit技术是不够的 因为你 你在收集这批事物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等 等它落盘 因为它有ACID里面的D嘛 对吧 你必须落盘以后才能返回给用户 你没有落盘之前 你是不能返回的 那其他的事物 下一批事物进来以后呢 它也得等 所以说你就没有办法 整个地并行起来 我们这一边设计一个 pipeline是怎么做呢 我们设计了很多 transaction的对面 然后我们所有的writers进来以后呢 会往这个transaction的queue里面 去填它的任务 就是所有的任务都缓存在里面 缓存在里面以后怎么办呢 每一个transaction里面有一个neader 其他的都是faller 每个neader呢 负责往下去做 处理它真个的过程 然后faller呢 它其实是直接就返回掉 这就是所谓的一步处理 就是说我们的faller 其实是不等的 它不等 它一旦发现 整个queue里面有neader了 我就不干了 我就直接返回去 接收上面的任务了 所以它可以把tunto 尽可能地压满 如果我们的workthread 一旦等到去刷盘的话 那你这个workthread就等在那儿 那你前面的请求 也没有人去接收了 所以说我们到了下一层以后呢 我们设计了一条牛耳线 就是我们把每事物的四个过程 都把它分拆出去 然后每一个牛耳线里面的 它是占用一个neader的线程 然后每个neader上来以后呢 它要么去做logcommit 要么logflash 要么去写memortable 要么去做commit 对 它这个是不固定的 就是所有的任务都可以并发地去做 它相对一个流水线都流起来了 每一个流水线的每一个部分都同时在做 这个是pipeline的一个主要的思想 这个也是我们TPS在做到这个程度 就基本上来讲呢 你可以最后认为 我们整个TPS 我们整个的吞吐 其实取决于我们flash到磁盘上的那个吞吐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你只要除一下你的那个每个事物的大小 你就可以得出你TPS的大小了 就如果你这个流水线整个没有store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采用多任务对面 其实刚才已经有讲过 就是这个每个rightthread 它在做那个请求的时候呢 它会去看 就是它会每一个去看一遍 它但是不会去加锁 它只需要去探测一遍就知道了 你用一个原子变量就可以去判断 那每个thread是不是已经满掉了 没有满掉 满掉了我就往后找 没有满掉 我就往它里面去put 如果发现它没有满掉 然后发现里面已经有neader了 我作为faller 那我直接返回往上面 不断地去往上面去压请求 好的情况下是 我们每个对面都是以匀速的速度往下压的 然后我们每个流水线的每一个part 每一个部件 都是以同样的速率去处理请求的 不存在一个流水线 等另外一个流水线工作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说smtree这个架构呢 其实就是epinel only这种架构呢 其实是为写作优化的 那你必然会在性能上会做一些tree off 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 就是说它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带来问题 前面我们说的毒它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做companion companion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性能的 尤其是好CPU的这么一个操作 因为companion的操作 讲简单一点的 其实就是一个多落规定的过程 你需要把相同的有intersect的这种range 对吧 就是我们比如说文件 我们把它划分成一个一个的块 它的那个每一层 它都会有交叉的这种认解 你都必须把它合并起来 这个合并就是一个规秘排序 这个规秘排序要做什么事情呢 首先你要把所有的数据读出来 然后做一个排序 然后做一个merge 然后再把它写到下面一层去 所以说这个操作 对IO和CPU的消耗都非常的大 那我们在这个compaction上 做了很多的优化 当然有一种办法就是怎么做呢 就是我把compaction把它 把它放在业务不那么忙的时候 就是query比较少的时候去做 CPU负载比较低的时候去做 这也可以 这个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 你始终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如果你要想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是做了很多这种算法上的优化 这就提到我们前面在讲的那个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数据文件 切分成一个一个的数据片 也就是说叫excent 这个excent其实就是一段连续范围的数据 排好去的数据 那OK 这里面大家可以很好的看出来 就是说其实数据的修改 就我们大部分的应用都是 读多写少的实际上是 就数据的总量是非常的大 但是实际上它的修改并没有那么多 就是起码在一段时间的修改并没有那么多 那意味着L0的数据 也就是我们从memortable flash出来的数据 并没有那么多 它真正和L1里面的数据 它的交叉范围没有那么大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大的文件 比如说我一记一个文件 它必然和我的L0有很大的交叉 因为你整个的数据的范围会延展得非常长 那我整个的L0的这块数据 如果我把它切得比较小 那它和里面交叉的概率就会非常小 那我们做的优化主要是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比如说L0的这些数据 我们没有和底下有交叉的这些数据 我们直接摸摸摸到L1里面来 这就避免了合并 这是减少合并的一个代价 另外一个我们做更细腻度的调度 就是我们把这个多路的一个规并操作 其实我们是在做纵向的很多的切分 大家知道如果我一个compaction下来 我要踏起到整个下面的数据的话 那这个compaction影响的范围是非常的广的 也没有办法去真正做一些 IL上的隔离或者CPU上的隔离 我们现在把这些合并的任务呢 把它拆得非常非常的小 因为我们有一个cent的这个基础 我们本身rend已经拆得非常小了 所以呢我们在合并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拆得非常非常的小 我一次只compaction一部分的数据 那这部分的数据呢 compaction完了以后呢 就到下面这部分了 就是它可以独立地去更新 因为我们现在有独立的一层索引结构 你可以独立地去更新这一层索引 然后呢它也不影响读 也就是说这个compaction在时刻地进行着 这给我们很多机会啊去做一些调度 比如说我们现在系统非常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少做一些这样的task 我们系统在闲的时候 我见空插针 我可以做一些非常轻量化的这种compaction 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也是流水线 因为一旦涉及到 因为compaction毕竟是后面的一个批量任务 一旦做到批量 我们就有机会去做什么呢 做pipeline pipeline是这样 就是我们datastream 大家可以看 比如说我们有三node做规并 那我们三node都其实拆成一个一个的excent的 那这或者是一个一个的部分的 那我们其实这个合并 我前面说到都有把它读出来 然后做merge 然后再写下去 那读和做merge 这两个过程 一个是CPU操作 一个是IO操作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并发起来 也就是我merge的时候呢 叫merge那部分 绿色的那部分 我可以发一个async的IO请求 然后把下部CP数据给捞起来 然后在merge的时候 它本身也耗时 merge完成以后 它要merge下部分数据的时候 其实那部分IO已经完成了 这样意味着我节省了一半的时间 如果我的把CPU的merging的操作 和IO的那个async的这个大小 比较合适的话 它基本上它们两个是重叠的 我是可以把它省掉的 就我不用再等IO了 那说到我们的终极大法了 就是说你不管怎么优化 你都是有代价的 都是有代价的 所以我们借助了什么呢 我们自己和我们的Ego计算产队合作 我们开发了一个compaction的IP 就是在用FPGA的一个设备 然后它可以帮我们完成 这个compaction的操作 我们整个把compaction 都offloading到那个FPA的卡上面去做了 这样的话CPU呢 完完全全只做 就是我们的query的processing 它就不再做compaction 这个是我们的终极大法 另外为了这样存储呢 我们做的一个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除了我们的混合介质的那个存储 做分层以外 我们在做那个混合格式 存储的混合格式 大家都知道存储的格式 为TP的那个航存 为AP的这种捏存 对 但是我们其实并不是纯的航存或者捏存 我们在这种数据比较冷的情况下呢 我们融合了一部分的捏存 也就是说我们把每个extent 把它划分成一个一个的data block data block和data block之间 它其实是行结构的 data block里面 我们会对捏进行编码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数据库本身 你做通用压缩案 它的效率并没有特别的高 为什么呢 它并不知道你的数据的格式是怎么样子的 它也不知道你数据内型是怎么样 所以说我们对数据库 我们有schema 我们有列 我们其实知道每一列的数据特征的 我们可以做很多这种 基于数据库的优化 还有很大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并不破坏它的行列结构 这样的话我们有机会做一些不解压 直接在上面进行query的一些操作 这个是我们在想要做到 就是说我们季节认成本 做encoding 把它压缩的比通用压缩更好 然后我们还要不损失query的这个性能 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些眼镜方向 我摘了一些 并不是说我们全部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内存数据结构 用member table里面 这个东西是对你TPS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log free的scape list 但是我们未来可能会做到更高效的一个 主要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每一个load都把它fit到我们的catch line里面去 然后用一些prefetch的一些操作呢 尽可能把它预读到catch line里面来 然后我们做一些更catch friendly的一些数据结构 它本身呢 也有些log free的数据结构 就是它读写是互不影响的 我们的query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高效 这是内存结构 另外就是在transaction上面做的一些优化 像我们做Martilogger 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单份日质 因为单份日质在恢复起来recovery的时候 会简单一些 你只需要顺序地去回放你的日质就好 但是呢 我们下面接的那个存储呢 你往往那个LDepth 其实如果你只是1的话 就是说你一次只刷一份日质的话 它是打不到它的那个带宽的极限的 所以我们后面会做并发的这个log 就是写多个日质文件 同时去写 这样进一步地提高我们的吞头 我前面讲的就是我们的磁盘的 那个throughput提高了 意味着我们的tps提高了 因为我们整个是一个牛水线的结构 这个是下面的一篇论文 就是怎么样去做这个multi-logger的结构 另外一个就是锁 锁呢 现在基本上大部分数据库 其实是一个independent的一个local management 大家都学过这个数据库的这个实现 都知道 它是有专门的一些锁结构的 但是这样实际上是对那个cp的catch line 其实利用并不高 所以我们使用了一些内存数据库的一些技术 把这些local的信息呢 都把它放在数据上 就用数据存放在一起 而且它不仅是更节省空间 而且它对缓存的利用率很高 另外一个就是做这个自适应的并发控制 就是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一篇冬文 就是说它其实结合了两种并发控制技术 一种是那个基于锁的 Tofit Lock的mvcc 还有一种是Occ 就是那个乐观并发控制 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加锁的这种 但是这两种 这两种并发控制技术呢 其实都有它的优缺点 对吧 就是一种是在contention的情况下 非常重的情况下 Occ它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但是它比那个Glock的这种mvcc呢 好在什么地方 就是它没有锁的开销 它在那个contention非常小的时候呢 其实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结合了这两种技术去做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你的实际的 根据你实际的workload 就是你的contention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用Occ 它based on Occ这种技术 一旦它发现它的锁冲突非常的大 它会退化成这种 Glock的这种mvcc 然后就是我们跟SQL上面 SQL engine的更深入的一些结合 比如说我们把schema往下推 为了做到online的DDL 就是现在的像MySQL的DDL 其实是需要它的数据 它需要考表 把整个数据都要复制一份出来的 我们能够把它做到 就是说不考表 就是改schema 实际上就是改表的原信息 这么一个过程 秒级的非常快 或者是毫秒级的非常快 你不用去改数据 而是把这个改数据的工作 把它一部分下放到query上 一部分下放到那个company里面去做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把一些运散服务operator 去往下推向projection的这种操作 因为我们下面有暗列的这种结构 然后把filter的操作也往下做 它直接在存储引擎上 把filter的工作做掉 另外我们还要做一些 更强的一些数据统计 像imax或者ndv 还有hisgram的这种数据统计 来有助于secret engine 去做一些它的更optimized的一些plan OK 最后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存储计算分离 这一趴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讲了 因为我们后面我们的xdb的同事 会详细地去分析 我们的存储计算分离 对 为什么要用xn仅去做计算分离 OK 那个所有内容就这样 好 谢谢 感谢大家 一般说场子到一定时候 可能走的人就会比较多 今天还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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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是吧 是吧 刚还在说呢 就是 因为取杀 我们叫他杉哥的内部 就是说 这一场有点硬力过猛 就是因为知道 在孙教授后面 你不硬力过猛 想证明一下自己 所以说十年没有 十年没有特别控制得好 我也不能把他脸下去 但是我是觉得 这里面确实就是 表述出我们的诚意 就是我们做的一些 怎么样 技术的理念是什么 然后这些技术理念 怎么去做 然后有一些 包括我们 甚至我们暂时都没做到的 我们也秀给大家 就是说这些 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方向 所以说这也是 我们的一些诚意 然后还另一点来说呢 我觉得可能大家 也感受到了 看完之后 就是说 无论是孙教授这边 还是后面山哥这边 当我们去介绍的时候 其实我 都在参考最新的一些 研究和最新的一些 就是说这也是我 我目前就是一个 很大的感觉 就是说 在这种互联网 包括这种技术 快速发展的时候 未来研究领域 和这种工业界 会越来越结合的紧密 包括我们这一次 邀请孙教授过来 其实我们在跟孙教授 做紧密的合作 包括我们的 一构计算 包括我们在 内存数据库 一些技术上 我们就在跟孙教授的 团队的同学 也在做一些紧密的合作 我觉得这就是未来 就是说 要发展的话 肯定不可能说 集一家之力 它就能做到的 而是说要充分打通 学术界 研究界 工业界 然后才能够 我觉得就是说 那个一点 就是说可能能使 安理的 或者是国内的数据库 真的能跟国外的数据库 有一个真正的抗衡的 然后听了 就是说发表一些自己的那个 然后最后一场 因为非常感谢大家 拖了一下 最后一场的话 是我们的赵电魁 赵电魁同学 然后为大家带来的 就是刚才的呢 怎么说呢 就前戏很长 其实铺了四个多小时的前戏 这个就是说 我们这一场的目标呢 就是目的就是说 在外面呢 其实我们叫XDB 其实原来我们对外 从来就没有说过 什么XDB啊 什么 所以说这一场呢 就是赵电魁老赵呢 跟大家带来一下 就是我们把你的XDB 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的那个 发展理念到底是什么 然后这一场呢 也是干货满满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 尽量就别撤了 如果最要撤 走得稍微轻一点 好好好 时间交给老赵 OK 谢谢大家 刚刚第一场呢 那个 刚刚第一场呢 那个 我们的那个 江一同学讲了一下 那个X cluster 然后呢 刚刚呢 三个月讲了一个 那个叫X engine 很多这个同学会奇怪 为什么你们都是X系列的 是吧 一会儿X 对 改了X了 就一直在内部的话 我们都叫XX 刚刚来的时候 我也很不习惯 为什么都X呀 这等谁X谁嘛 就是 后来的话 然后就提出了 我们就自研的 新一代的分布式数据库 然后呢 又起了名字叫XDB 我也搞不清楚 怎么又还是继续X下去 是吧 那么好啊 那咱们就开始 是吧 接下来呢 我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阿里自研的 这个新一代的 分布式关系数据库XDB 这是我的一个 我介绍是吧 我又不再多说了 是吧 那再介绍那个 我这次介绍呢 主要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先介绍一下呢 我们的XDB是什么 然后呢 第二部分介绍一下呢 我们XDB的产品的 是在整个的迭代过程 然后呢 第三部分呢 我想介绍一下 我们XDB呢 它采用的一些核心的技术 那在讲那个XDB之前呢 我想有必要先介绍一下 我们当前阿里所采用的 这种分布正式架构 也这个分布式架构呢 也是现在大多数互联网公司 所常用的这种分布式架构 也就是这种分布分表的架构 那这种分布分表的架构呢 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 自所以采用这种分布分表的架构呢 我想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年呢 这个阿里 这个随着业务的不断的扩大 那那个当年的这个采用的 这种Oracle的单机数据库 已经根本无法满足要求了 所以说呢 就通过这种对业务数据的进行拆分 然后呢 把这些数据打散到 很多的分布式 那个数据库节点上面 然后呢 快速地构建出这样的一个 分布式架构 然后来满足这种对业务的 这种扩大性的要求 那这种分布分表的架构呢 是一种在当前来看 是一种非常优秀的一种架构 它能够通过这种快速地 多种组件这种 这种组合的这种方式呢 来构建出一种分布式系统 然后来满足这种业务的扩大性 而且呢 现在我们阿里呢 现在还大多数的这种系统呢 还是采用这种 分布分表的这种架构 而且呢 我也相信呢 在未来的几年呢 这种分布分表的那种架构呢 也会继续地使用下去 那但是呢 虽然是说 这种当前的分布分布表 这种架构有很多这种好处 但是它可能它本身呢 它有些 也有些更 我刚才的一些 常见的一些问题 那比如说是 这种 就是那个数据的一致性 还能做到完全保证 但是现在今年我们做了一个 X-Cluster之后呢 现在这个数据的强一致性 很高可用性这块呢 已经现在是没有问题的了 那么再一点呢 我认为就主要的是 就是它这种分布分表这种架构呢 对业务的侵入性太强了 那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 你在部署一个分布式的 这样的一个分布式的 这样的一个分布式的架构的时候呢 你需要 业务用户那边呢 制定很多的这种 分布分表的一些规则策略 然后呢你在扩容的时候呢 你可能还要去修改这种 分布式的这种 这种分布分表的这种策略 所以说它对这个业务的那种 侵入性太强 第二点呢 我认为一个重要的点就是 它的部署运围还有这个扩容上面 它的这个 这个复杂度有点太高了 所以说呢 这个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阿里呢 就是想 就是说提出 就是说要做一个新一代的这种 分布式数据库 能够解决 能够希望能够将来 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呢 那个阿里提出了 就是说我要做一个新一代的数据库 但是呢 它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四点的要求 那四点要求呢 第一就是希望呢 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 在使用这个分布式数据库的时候 能够把它当作一个单机数据库来使用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使用这么庞大的一个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然后呢 你在使用的时候 就像在使用一个单机的一个Maseco 或单机的一个Oracle一样 你想这种使用出来 多么的方便和简单 是吧 如果在运维的时候也一样 如果你在运维的时候 在运维这个分布式数据库的时候 如果 你像运维一个单机数据库一样 去运维它 那么你想其实这个 整个的运维约和DB来说 它的友好性也非常好的 第三个要求呢 就是需要对用户的业务 做到无缝的兼容 那第四个呢 就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的这个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能够有具有更高的数据的一致性 以及更高的那种可用性 那么我们在做那个 我们的自己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分布式数据库之前呢 我们对当前业界上最新的这个两种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呢 做了一些我们自己的分析 那么一种是这种基于共享存储的这个分布式数据库 然后另一种呢是基于shedding的这种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的spender 那这两种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呢 都有它自己的非常明显的优势和劣势 那Aura呢 它的这种基于共享的这种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呢 它的优势在于它能够达到很高的性能 它在官方的宣传上面 号称能达到五倍的MySQL的性能 然后呢再次一点呢就是它是能兼容MySQL生态的 第三点呢就是它能够做到存储和止读的一个扩展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不足的地方 就是没法做到写扩展 这样的话就基于这样的一个特点呢 Aura的一个特点呢 我们认为像Aura这样的一个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它是比较适用于这种中小型的有业务 那另一个呢 基于Threading架构的这种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Spanner呢 它的这种优势在于 它能够做到存储读写的无限的扩展 然后同时能够做到这个全球化的分布 而且呢号称能够它的高核用戏别能达到五个九 但是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的思考能力很差 当然所以说今年也是 这个2017年呢 它发表了这篇论文 所以在Spanner在这个思考能力上面在发力 它也知道自己的这个 这样的一方面的一个不足 尤其是它的思考能力差 一方面是尤其是它不兼容 MySQL生态 那这一点在我们认为 它这一点上对于这个Spanner而言 它是一个非常致命的 再一个就是它的 对于这种交易型的业务来说 它的那个Lentity太高了 延迟太高了 所以说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分析呢 我们认为像Spanner这样的一个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呢 它比较适用于像需要有这种全球化的业务要求 同时呢对于这种延迟要求又不是很高的这种业务 基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呢 然后结合我们自己这个Alice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的要求 我们提出了自己的XDB的设计理念 刚刚那个贵多在讲到那个数据库的技术剖析和发展展望的时候 讲到了那个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能效思想线 横轴呢是一个效率上的 正轴是一个那个能力上的嘛 然后对于一个能效思想线 然后我们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 在能力上和效率上面 我们定义了我们自己XDB的一个设计理念 首先呢我们XDB要具备 它这种计算和存储的无限的扩展能力 以及它的分布式能力 第二个呢就必须达到至少五个九以上这样的一个高可用性能力 那在效率上 我们第一点必须要保证我们的XDB系统 必须能够全面兼容MASAQ风态 同时能够对用户做到无缝的迁移 再一个就是我们需要能够通过这种软硬件的 一体化的协同的设计 充分地发挥出新硬件所带来的红利 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呢 那么就回到了刚刚这个我们标题 那么我们的XDB是什么 我们XDB就是一个全面兼容MASAQ风态的 能够达到十倍的MASAQ性能的 同时也只有十分之一的MASAQ存储成本的 这样一个具有分布式能力 高可用能力 数据的强一致性能力的 分布式关系数据库系统 我刚刚讲了一下 介绍了一下我们的XDB是什么 那么之后呢 我介绍一下我们X的迭代 那么刚刚提到了 就是我们这个XDB在设计的时候 这么多的目标 这么多的一个设计理念 然后呢 如果是说你想要短时间点完成 我想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 都不可能完成了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 还要是仰望天空 是吧 脚踏实地 所以说呢我们在进行XDB的产品的 这个设计和研发的过程中呢 我们采用了互联网公司所经常采用这种开发的方式 就是快速迭代的那种方式 这种快速迭代的方式 因为我之前是来自一个传统的国产数据库的公司 所以以前我比较失费 就是更多的采用这种开发的时候呢 是做的这种 通常采用这种突破模式 就是我开始到年初 我需要定义一个计划 我今年我要做十个或二十个功能 然后呢到年底的时候 我交付出一个产品出来 然后给用户去使用 然后第二年我就这样的意思在做 是吧 待我互联网公司到了阿里之后呢 我发现这种方式 对互联网公司来说是非常不适用的 因为我发现 如果是说你最后跟你的领导说 我要给我一年的时间 我最后给你交付一个多么牛逼的东西 是吧 听到说你这一年时间 当你交出来的时候 这个业务已经换得不成样子了 是吧 所以说我们 最后过来之后呢 所以我们想 采用这种快速迭代的方式 然后呢 基本上现在应该是 半年能够做一个迭代的产品 半年一个迭代 这就是两种开发模式的不同之处 是吧 上面的话就是通过 先造车子 再造车壳 然后造个汽车出来 是吧 第二种方式就是 我先造一个滑板车 是吧 最后再造一个自行车 最后再造一辆汽车 是吧 那么我们造一辆 我们XDB迭代的第一辆滑板车 就是这个 是吧 金融级的高可用数据库 XDB 1.0 是吧 就是刚刚我们的江仪同学所介绍的那个X Cluster 这个XDB 1.0它的目标是要让我们的数据库达到金融级的高可用 同时要具备数据的强一致 而且还要兼容 MySQL 生态 这里面其中用到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设计方法 就是它采用了PACTS的协议 还有一个是它是基于阿里SQL去开发的 所以说它能够天然地去兼容 MySQL 生态 所以具体的里面这个技术我就不太 就是1.0的技术我就不再介绍了 是吧 因为刚刚在介绍X Cluster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些强硬的介绍 那么我们XDB迭代的第二个产品呢 是具共享存储的分布式数据库 XDB 2.0 那么XDB 2.0是基于X Engine引擎和X Paxos的协议 然后呢所开发的新一代的这个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刚刚那个三哥在讲那个X Engine引擎的时候 提到了就是说他们的就是X Engine引擎所使用的这种存储结构 是一种数据的多层存储的方式 那么而且这种数据的多层存储的一种方式呢 对那个基于共享存储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中 它的存储计算分离的这个设计理念是非常的契合的 所以说呢我们在开发这个XDB 2.0的时候呢 就是F2.0的时候呢 用了非常短的时间去做开发 大概从大概有四个月的时间 差不多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我们的XDB 2.0的第一款产品就已经发布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内用了我们X Engine引擎 对这种存储计算分离的它的这种契合性 所以说我们的工程化实践是非常简单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利用了X Engine引擎所赋予我们的能力 使我们的XDB 2.0达到了非常高的性能 以及它的成本也非常的低 同时呢使我们的XDB 2.0呢 具备了一个存储和止毒的一个扩展能力 那么我们的XDB 2.0的性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呢 我们通过XSysbench进行了 对XDB 2.0进行了一个测试 然后测试的结果是这样子的 它的read only的性能是180万的QPS 然后它的read only的性能是36.7万的TPS 这个测试结果还不是我们的最终测试结果 因为我今天上午出来的时候同事跟我说 现在已经read only的性能应该测到42万了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咱们对比一下下面的一个aura的一个性能 aura的性能它官方所提供的数据是 它的止毒的性能是60万的QPS 它的写的能力是12.1万的TPS 我们的XDB 2.0能达到3倍的aura的性能 这个aura的数据大家可以去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2017年的Sigma的会议上面 然后发表的一篇论文 那么我们XDB迭代的第三个产品 就是基于shedding的分布式架构 XDB 3.0 那么XDB 3.0它的设计方法呢 主要是利用了水平分区技术 一体化的一个对等架构的设计 以及对组件的那种零依赖的设计 使我们最终呢能够满足 这个aura对我们新一代数据库的一个要求 那么XDB 3.0要具备哪些能力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全面兼容MySQL生态 第二个就是能达到数据的强硬实性 3.0就是它的高可应性能超过了5个9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使用和运维上面 我们XDB 3.0能够让用户做真正的做到 在使用的时候像在使用一个单机数据库一样 前面讲了一下我们XDB的三个迭代的产品 那么我接下来呢想介绍一下我们XDB呢 里面到底用采用哪些的一些核心的技术 大家都知道基于共享存储的 大家都知道基于共享存储的 这样的一个分布式数据库呢 它里面设计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难点 就是怎么去保证它的止读节点的数据读取的一致性 那我们XDB 2.0在设计上 在这一点的设计上 和Aurora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 就是Aurora的可见性判断是通过提交序 是通过创建序来完成的 而我们的XDB 2.0是基于这个X Engine引擎 它是基于提交序来进行可见性判断的 就是Aurora是创建序 而我们的XDB 2.0是采用的是提交序 那么什么是创建序 什么是提交序 最简单的这个说法就是 创建序就是它在事务执行的过程中去写日志 生成RS号 提交序是在事务提交的时候去写日志 然后呢 生成一个更新的一个RS号 这是它俩的一个区别 一个在执行的过程中 一个是在最后提交的时候生成的 因为这两个点呢 我们后面会提到就是 我们基于这一点呢 可以随时我们这个日志的整个的这个 写节点跟子读节点的这个日志的同步过程 非常简单 那么我先想一下就是 但是XDB 2.0它的基于这个X Engine引擎 它的内部的这个版本的这个构造过程 那么 XDB 2.0内部呢 维护了一个当前系统的一个最新版本 它有四部分组成 第一个就是它的内 有一个活动内存表 来存放当前的最新数据的 就是最新的写入的数据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冻结内存表 那个冻结内存表就是 把活动内存表 比如说写满的时候 把它切换到一个冻结表 在冻结内存表里面 在冻结内存表里面 这个数据是只能读取 不能被更新掉的 是吧 就不能再继续往里写数据了 不能再插入数据了 那第三个呢 就是 外存 寻存放在外存的一种静态文件 那么 还有最后一个呢 就是Last Ericsson 这个Last Ericsson 就是记录当前系统中 所有已经提交的事物的最大的 那个Ericsson号 大家会注意一下 这个Last Ericsson呢 是已经提交事物的最大Ericsson号 比如说我通过这个Last Ericsson号 能够拿到 是吧 当前已经提交的 这个所有的事物 那么我通过这个技术呢 然后这样的话 在客户当前发起一个读操作的时候呢 所以构造这个读 这个读快照就非常简单了 我只需要把这个最新的版本 然后copy过来就OK了 然后就拿到这个静态的 这个Last Ericsson号 然后使用这个Last Ericsson号呢 然后去读取它的这个 这里面的这个存储结构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面有画了两个图 上面有一个图是说的这个叫 这个是活动内存表 有两个活动内存表 然后呢上面的内存表 它是一个虚线 下面是一个没有带虚线的一个 没有虚块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不是说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 又存在两个活动内存表 是它copy过去之后 它那边的时候 是当初的那个活动内存表的一个子针 上面的那个活动内存表 是下面的一个子针 但是呢 它在运行的过程中 在对性版本的运行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一个内存的 活动内存表的切换 把活动内存表 切换成了一个净态 那个冻结内存表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 在这个读快照的过程中 看到的 其实就是那一个 已经被冻结的那个内存表 所以它的数据是一个净态的数据 所以说我能看到的数据 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数据 而且是一个通过last lesson 能够拿到一个读一致的一个数据 那基于这样的一个X engine的一个版本 那个读快照的一个构建过程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基于共享存储的这种分布式架构 我们的这个止读节点 它是怎么去构造这个最新版本的 它的构造最新版本的过程也非常简单 就是它在写节点呢 提交事物的时候 把日志 生成的日志同步到我们的止读节点 然后止读节点呢 通过对日志进行回放 来生成一个最新版本 那这止读节点的一个读快照过程 也是这样通过Copy的方式生成出来的 那我刚刚说了 就对比Aura的这种创建序的这种 可见性判断的策略 那我们的基于是这种提交序的这种可见性判断 就是说 它的写节点在提交的时候 会把日志同步到我们的止读节点 那么我们的这种方式呢 可以保证我们的止读节点 一定是不存在任何的活跃事物 也就是未提交的事物 是吧 因为没有被提交的事物 它根本就不会生成日志 那不生成日志 它一定是不会同步过来的 所以我在我的止读节点上 一定是找不到任何的 没有未提交的数据 未提交的一个事物 是吧 但是呢Aura它就不一样 它是继续创建系统 它的日志生成过程 是在事物的执行过程中生成的 它生成的每一条日志 都要被同步到止读节点上去 然后止读节点把它数据回放出来了 那么你回放出来的数据 只读节点在构造这个读版本 读快照的时候 它要就要判断 我这个数据对我来说 到底是可不可见的 是吧 它需要做大量的这种设计 就是为了把它这个 那个非提交的数据 给它排除掉 构造一个读快照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 它需要把一个写节点的 我们称为活跃事物表 就当前写节点的所有的活跃事物 同步到止读节点去 然后止读节点 根据这个活跃事物表 然后再把这些脏数据排除掉 这样来保证一个读数据的一致性 那么因为我们XDB2.0 是基于这个X Engine引擎 那刚刚那个山哥也讲到 就是X Engine引擎 它的数据的存储的方式 是采用这种叫追加的方式 数据追加的方式 它的数据没有 不是原页面 或者原址更新的 它所有的数据的更新 删除操作 都是通过追加的方式 那这种方式呢 就必然会出现一些历史的数据 一些过期的数据 那么这些的过期的数据呢 我们需要把定时的定期的 把它删除掉 那么我们在删除的时候呢 一定要保证一点就是 我在删除这些数据的时候 一定不能让那些正在读取 一些正在活跃的那些事物 能够或正在活跃的那些查询操作 或正在读这些数据 那么我们把它删除掉的话 那就出问题了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历史数据的 这个数据的一个回收过程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个 正确的安全的一个回收的位点 那基于这个回收位点 我们去回收数据 是吧 都一定是安全的 就这些数据一定是不会被访问到的 一定不会被用到的 那我这个数据 这个历史数据我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那它怎么做呢 也很简单 就是我在发起一个版本历史的 历史版本数据的回收的时候呢 向所有的指读节点 包括自己的这个节点 然后呢去收集他们的 所当前的活跃的最小的读快照的版本号 然后把所有的那个最小的版本号 搜集上来之后呢 然后我再计算一个更小的一个版本号 那么这个更小的版本号 就作为我的一个历史数据回收的 一个安全的一个位点 那为什么呢 就是它的 我们的这个数据的查询过程一定是 就查 就它在数据读取的时候 一定是读取 它在发起这个读取操作的 开始的时候的 那个 开始的时候的时候 那个最新已经提交的数据 是吧 它一定不会再去读那些 已经提交的一些历史的很早的一些数据 它在发起 它一定是在那一次刻读取的最新的数据 是吧 如果是说 但是那个活跃版本里面 就是 活跃版本里面就是 拿到 就是里面记录的是 那些 我当前正在读取的 哪些页面的信息 SS table的信息 它就记录在那个读版本号里面 然后把这些信息传送到给写节点 然后基于这些信息 然后就计算出一个最小的位点 然后在历史数据回收完成之后 我会做一个异步的通知 然后通知所有的指数节点 然后把他们自己的维护的原信息给它更新掉 这个通知机制是有异步的机制 它不需要那种实时性的相同步的方式 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 XDB 3.0 它在 它的软件架构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 XDB 3.0 是基于这种 一体化的对等架构设计 以及 零外部组件依赖的一种方式 进行的设计 那么 这种方式呢 是所有的 这种方式就是 所有的 XDB的 节点 它只有一个进程 也就是我们这里面写到的 叫X3进程 这个 而且是这些 所有的X Server进程 它们都具备相同的能力 它都会执行 它们都具有相同的能力 它什么呢 它既能做 它既能做查询操作 写入操作 它又能做为管理的操作 它们的能力都是一样的 那每一个X Server呢 它的内部呢 它有关键的 包含了两个关键的组件 一个是GMS组件 一个是Partition Service组件 其中的GMS组件呢 主要用来做全局服务管理的 比如说减点变更啊 做一些DDIL操作啊 做一些Load Balance 这些操作 那么Partition Service呢 它主要是用来做 这种分区数据的DML操作 像读取啊 插入更新 对分区的数据操作 都通过这个Partition Service 来完成的 那么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 位于客户端的一个驱动 就叫X Driver 这是我们XDB在3.0的设计的过程中呢 它其中所包含的一些核心的组件 以及这些组件所相互的一种依赖关系 当然可以看到 有几个组件呢 因为我们是基于AliSycle来做的 所以说呢 这里边AliSycle 已经有的一些 一些 一些有的一些模块 包括SycleParser的模块 包括Optimator的模块 XX的模块 这些都是一台原有的模块 那么我在这个技术上 又增加了很多的模块 比如说DMS里面 我们增加了DDL模块 然后用来处理这种DDL操作的 那么这个DDL操作 是和这种MySycle或者AliSycle里面 它已有的DDL模块是不一样的 它因为要处理这种 DDL的分布式处理 对吧 我要发起一个DDL操作的时候 我要把它这个DDL进行 分布式执行 那么还有个叫节点管理 那个节点管理就是用来负责 对节点的增加 删除 上线 下线 这样的一些操作 还有个是load balance操作 对这个数据的负载 根据这个数据的负载 然后进行制动的数据的迁移 移动这些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叫Disability Data Coordinator 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 它其实是一个全局的分布式的管理模块 它负责把这些DDL的 包括把一些分布式的DDL 还有跨节点的节点管理 包括那种跨节点的查询 这些分布式的操作 然后给深圳的分发给所有的相关的节点 然后再把数据收集到这个节点上面 所以这个Disability Coordinator 这个模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块 那么在Partition Service这个组件里面 我们增加了这样的几个核心的模块 一个是Partition Router 然后就是做分区路由的 它里面会缓存这些表的分区信息的 表的分区的那些位置信息 然后通过这个卫生信息进行路由 然后还有一个是用来存储的 表的Schimmer的Schimmer Cache模块 那其他呢 还有几个我们通用的模块 像这个RPC模块 还有Paxus模块 大家可以看到最上面的这个X Driver 那个X Driver里面也包含了一个Partition Router 他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就是我们在X Driver 这个X Driver在设计的时候 这个驱动在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增加了一个叫 叫增加了这个Partition Router这个模块 里面它的功能和我们的 Partition Service里面的这个 分区路由模块呢 它的功能是一样的 都是用来通过对CircleUge的分析 然后呢 对这个CircleUge进行路由分发的 但是它这个驱动是位于客户端的 这样的话可以尽量地 让这个客户端发起的CircleUge 直接地被路由到我们相应的 分区所在的节点上去 这个大家应该很好理解的 要不然你很奇怪 就是说我发过来 发到任意一个节点上 我的分区数据没有在这个节点上 我就郁闷了 然后我就转路由 路由到别的节点 这个节点没有 我在路由断了一圈 所以我发现 你在Litency已经坚持不了 已经忍不了了 那么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的Partition里面的 路由里面的 它的缓存信息 它的更新 是怎么去更新的 是吧 因为这个 因为时间关系 我又不再细说了 是吧 然后我们 后续的话 我们可能有相关的一些文章 会出来 待会可以关注一下 那接下来 我介绍一下 我们的 SDB3.0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在线DDL 那么我们在在线DDL里面 在在线DDL的设计呢 其实最关键的是采用两个技术 一个是我们的Schemer信息 下沉到我们的存储引擎 XEngine 第二就是我们支持了 整个系统中允许有多个Schemer的版本存在 也就是Schemer多版本 那么我下面是通过 举几个例子的方式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种 摘线DDL 和多版本Schemer 它大概的一个工作流程 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我现在创建了一张表替 那这张表替的过程就是这样的 首先我会在我的系统表里面 插入它的相应的Schemer信息 然后标记成它的版本号是V1版本 然后呢 紧接着我会把这个Schemer信息 同步给所有的相关的节点 那什么叫相关节点 就是哪分区所在的节点 是吧 比如说100个节点 这个表被分区 启动到四个节点上面去 那只要同步到这个四个节点上就OK了 其他节点是根本不需要同步过去的 那么更新完这个Schemer开始之后呢 然后把这个Schemer信息同时下沉到我们的X-Engine引擎中 然后X-Engine引擎使用最新的Schemer版本来生成一个最新的存储结构 那么之后呢 我再最后做了一个这样的话 就是整个键表的过程就完成了 然后呢紧接着我们会再做了一个插入操作 插入操作呢可能 根据这个后面那个insert里面的这个value的值呢 它可能会被路由到其中的这个第一个节点上 也可能被路由到第二个节点 都是有可能的 假如说它的数据被路由到第一个节点 那么被路由到第一个节点之后呢 它首先会做从我当前节点的Schemer开始中 去检索我的Schemer信息 如果我检索到了OK 那它拿到的一定是最新版本 拿到的一定是最新版本 因为它是强同步过来的 那然后使用这个Schemer版本 然后到我的存储引擎里面去进行数据的检索 这是它的插入操作 然后呢 假如说我在紧接着在插入操作之后呢 我又做了一个对表的一个变更操作 那么这个变更操作 它首先跟创建操作是比较类似的 它也是首先呢 我去到我的系统表里面 把我当前的Schemer的版本信息变更掉 把我的Schemer的一些信息变更掉 然后呢 生成一个版本叫做v2 然后我使用这个v2的版本信息 把这个v2版本的Schemer同步到所有的相关节点上去 然后来刷新它们的这个Schemer catch 那这样的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的Schemer版本 这个Schemer catch里面就存在两个版本了 一种是刚刚前面的v1版本 可能是刚刚的 还有一个是刚刚更新的v2版本 那么它在插入的时候 它使用哪个版本 是吧 使用的是一定是最新版本 这是我们的定义 就是它在使用的时候 必须的插入的数据 必须是最新的版本 那么有一种可能性 它插入的数据 并不是它所能看到的最新版本 比如这种情况 我做一个插入 插入和扫描 插入比较类似的 那么扫描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全描扫描 那么在做扫描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T32 这个查询语句 是和刚刚的修改表的结构的那个语句 它俩是并发执行的 那一旦出现并发执行 就意味着 有可能会存在我的系统表里面 我的这个Skip & Cache里面 有可能会看到了最新的VR版本 也有可能没有看到最新的VR版本 这都有可能 因为它在执行的过程中 是吧 那么假如说我在这个T1 这个T表在发起的时候 在查询表 在查询操作在发起的时候 它发起那个节点上面 没有看到那个VR那个版本 只看到了V1的版本 这时候它就使用当前 它Skip & Cache中 它能看到的最新的版本 就是这个V1版本进行查询 但是它这个是一个全表扫描抽策 它这个数据有可能在第二个节点上面 那么它怎么保证 它整个版本的Skip & Cache 那怎么做呢 它就是在查询的时候 在做分布式查询的时候 在做分布式查询的时候 会把这个V1版本的信息携带过去 就是告诉它 你必须用我的指定的V1版本 去做这个数据的解锁 那么刚刚提到就是它的一个并发呢 就是我在做DDL操作的时候 是吧 刚刚看的就是我在做一个表的Skimmer 新改的时候 我可以做一个查询操作 同样我也可以做隐色的操作 是吧 因为它在隐色做隐色操作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做这个Select操作吧 我在做Select操作的时候 我一定要保证 我的这个Skimmer 没有被更新完成的这个Skimmer信息 我一定不能让它可见 是吧 所以即使看到了也不能去使用它 比如说像前辈的这个 这个第二个节点是吧 我在查询的过程中 虽然我看到了这个V2版本 但是我不能去使用它 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提交的 没有真正修改过的一个 这个Skimmer 真正完成提交的一个Skimmer的版本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SDB3.0 那就是说刚刚提到一个在线DL 跟这个多版本大概的一个执行流程 那除了我们SDB呢 除了在这个存储引擎上面 在事物上面 在这个分布式上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之外呢 我们在我们的Skimmer引擎上面呢 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除了在单机数据库上 包括像这种做了一些比如说PlankCache 就是计划缓存 结果缓存 包括统计信息的统计信息 而且这些功能了 而且刚刚我提到就是包括计划缓存也好 就是进行对这种本地Skimmer 远程Skimmer 跟分布式Skimmer的这个精确的一些分析判断 那么刚刚除了提到的这些特征之外呢 SDB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征 包括我们支持这种多种不同的这种分区方案 包括一些我们支持Hashi Hashi分区 支持Range分区 支持Lead分区 List分区 也支持这种复合分区 而支持这种多级别细力度的这种高可用 我们的这个多级别细力度的高可用 这个力度能细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们允许用户在进行高可用设置的时候 可以设置它这个表的高可用级别是什么样子 可以设置它这个表所在的数据库的高可用级别是什么样子 可以设置这个表所在的数据库 它的所在的这个租户 它的高可用级别是什么样子 那还有一个呢 我们支持这个资源的一个动态的分配 是吧 然后呢 以及故障的自动切换 还有一个最后就是可以根据这个数据的这个 负载情况 还有计算的负载情况 然后来动态调整和迁移我们的一些分区数据 刚刚这些以上就是我今天所对这个XDB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非常感谢人就坐在这里的同学和在视频对面的同学啊 就是陪我们度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下午 然后是这样 就是刚才 刚才 那个 给我发了一张纸啊 有一些什么温馨提示啊 跟大家读一下 哈哈 一个就是说 大家可以到A区后的E区的服务台领取云须大会调查问卷 为什么领取调查问卷 完成调查问卷可获得纪念品一份啊 这是这是第一个 然后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内核专场的 刚才大家一看到就是包括这位还在啊 就是有很多照片 就是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在线的那个应该是云端的在线照片里面去看一些 一些整个专场的一些照片啊 然后 然后最后一个是就是说大家走的时候 如果说有留一些垃圾的话也顺手就带出去了 然后 最后最后感谢大家 然后后面有什么问题或者那个的话 我们 可以可以联系啊 就是我 我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可以在网上搜索我 我叫何登城 要搜何登城肯定能搜到我 哈哈哈 然后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那个的话 我个人有个人微博 我的微博是和单人旁人口和下华线登城 然后如果说那个的话可以在微博上或者其他方式 我们也有个人的一些博客 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后面保持一个交流和联系 好最后再次感谢 感谢大家 我们有两个会 那个会是蓝色 这个是红色 但是 有点兴趣 关注